第一章 一梦千年 老婆 我快不行了 老公 再坚持一下 对不起 老婆 林白无力瘫倒 老公 没关系的 一分钟也很厉害了 林白猛然做起 脑袋撞到一个 分外有弹性的东西 啊 一声痛呼 林白睁开眼睛 看到有人正往后倒 几乎本能地抓了过去 抓住了 好大 好软 视线清晰 林白看到一张 美艳绝伦的脸蛋 老婆 林白有点猛 自己难道还在做梦 她做了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 仙界最强修炼心法天道诀 修炼千年 成为仙界第一人 仙界九大圣女 都是她的道理 然而 史无前例的最强天结来临 她仅仅坚持一分钟时间 就被天结击溃 魂飞魄散 林白还没回过神来 病房里 一群医生护士 却都已经惊呆了 昏迷三年的植物人 居然醒了 而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飞礼了大名鼎鼎的美女医生 苏若冰 身为无数医生病人眼里的冰山女神 苏若冰长得倾国倾城 身材更是爆炸 特别是白大褂 也无法掩盖的波澜 总是能聚焦每个人的视线 这不 现在居然连植物人都因此而醒了 放手 咬牙切齿的声音 让林白神志渐渐清晰 这不是梦里的老婆 她正想松手 突然却觉得不对 就忍不住又捏了捏 你这胸不对 里面有东西 呃 林白挨了重重一拳 仰面倒回床上 流氓 我杀了你 苏若冰快气疯了 苏医生 别冲动啊 两个护士眼急手快 急忙拉住苏若冰 他是病人 他刚醒呢 是啊 苏医生 他可能脑子还不清醒 毕竟睡了三年 苏医生 您先消消气 苏若冰胸口急剧起伏 更显波澜壮阔 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通知他家属 留下这话 苏若冰转身冲出病房 那个 他胸真有问题啊 里面长的东西 可能会被误诊RU腺癌 林白重新做起 一脸无辜 众人很无语 这货占了便宜 还卖乖呢 一个刚醒的职务人 在医院假冒医生 林先生 您刚醒 先休息一下 我们会通知您女朋友过来 一个护士 这是颇为客气的说道 而查房队伍 也很快离开 我哪来的女朋友 林白有些困惑的揉了揉脑袋 他脑子有些混乱 多了无数信息 医术宣法 修仙口诀 炼丹炼气 那都是梦里修仙千年所得 现在依然无比清晰 而刚刚 他也是因为这些信息 发现那美女医生的胸有问题 难道 这些都是真的 不行 我得试试 林白盘膝做好 眼睛微闭 催动那无比熟悉的天道诀 试着重复在梦里 进行过无数次的修炼 下一秒 熟悉的气息 就从四面八方涌来 林白顿时狂喜 这就是灵气 天道诀 是真的 虽然灵气稀薄 远远比不上梦里的仙剑 但 确实能修炼 林白催动灵气 流转四肢百骸 迅速修复身体的不适 时间翘无声息流逝 直到有人踩着高跟鞋 跑进病房 林白睁开眼睛 便看到一个铅笔裙 配衬衫的绝美女人 那脸蛋 丝毫也不逊色苏若冰 身材虽然没有苏若冰那么壮观 但比例极佳 分外匀衬 你 你真的醒了 美女看着林白 那表情 不像是惊喜 更像是惊吓 林白还没说话 一个护士从门口走进来 美女顿时脸色一变 下一秒 她就猛然扑到林白身上 太好了 老公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你要醒不过来了呢 美女声音居然有点哽咽 林白猝不及防 直接被她扑倒在床 而那护士看到这一幕 就马上退了出去 顺手还把门给关上了 美女 护士走了 你不用装了 林白终于开口 说吧 你到底是谁 顺便说一句 你演技一般 哭得有点假 第二章 天才笑话 我是秦雪瑶 美女勉强镇定下来 你还记得三年前车祸的事情吗 车祸 记忆潮水般涌来 林白彻底离开梦境 回归现实 她终于想起 大学毕业吃散伙饭的那个晚上 从KTV唱完歌出来 醉醺醺的她 被一辆车撞飞了 等等 秦雪瑶 你是江城大学那位天才笑话秦雪瑶 林白突然就想起这个名字 当年 秦雪瑶赫赫有名 常年霸榜笑话宝座 而且 虽然只比她大一岁 可她大学毕业的那年 秦雪瑶已经博士毕业了 我去 当年她连见一面都难得天才笑话秦雪瑶 现在居然在她怀里 林白顿时就激动了 这么好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先摸两下 林白毫不客气地 搂住秦雪瑶的腰 还往下一动捏了两下 手感真好啊 你 你别乱动 秦雪瑶翘脸飞红 这家伙刚醒 咋这么流氓呢 对不起 是 是我撞的你 哈 林白一愣 感情这妞是罪魁祸首呢 怪不得对她这么好 林白 有个事情 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秦雪瑶神情稍显严肃 我当时送你去医院之后 就一直在医院照顾你 然后就被护士误以为是你女朋友 当时 我爷爷一直在逼我跟乔家的乔三世交往 可乔三世私生活很乱 听说还有点便太嗜好 我那时被逼得没办法 就干脆承认了我是你女朋友 这三年 整个江城都知道我有个职务人男友 秦大笑话 你这是欺负职务人不会说话 逼良为福啊 林白算是明白自己女朋友怎么来的了 不好意思 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会补偿你的 秦雪瑶欠然一笑 但 但现在 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怎么 要继续假扮你男朋友 林白随口问道 不 我需要你跟我结婚 秦雪瑶很认真 我虽然用你当了三年挡箭牌 可爷爷现在 依然要我嫁给乔三世 只因为 乔三世是江城顶级家族乔家的少爷 林白我们做比较一把 你父母早逝 靠亲戚阶级才读完大学 可大学 刚毕业就出车祸昏迷 现在你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你现在肯定很缺钱 我们协议结婚一年 每个月我给你十万生活费 一年之后 我们离婚 我再给你一千万补偿 虽然不能让你大富大贵 但也能让你一事无忧 秦雪瑶一脸期待地看着林白 你觉得如何 挺好 那结婚吧 林白只犹豫了三秒 再多一秒 都是对一千万的不尊重 她确实很缺钱 毕竟她现在一无所有 虽然似乎能休闲 但休闲也很费钱 老婆 我想出院 没人喜欢医院 林白也不喜欢 你才刚醒 身体应该还没完全恢复 要不等几天 秦雪瑶话没说完 林白就抱着她下床 来回走动 还需要我做点别的证明 我身体没问题吗 比如夫妻应该做的那种事 啊 不用 你 你先放我下来 我 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 秦雪瑶有点慌 心里也有些迷惑 哪有植物人 刚醒 就这么活蹦乱跳的 林白终于放下秦雪瑶 多少还有点不舍 这身材 搂着太舒服了 我给你带了衣服鞋子过来 你 你先换一下吧 秦雪瑶递给林白一个袋子 便准备离开 哎 对了 有个事情刚忘了说 林白一脸认真 虽然我挺愿意跟你睡的 毕竟你身材这么好 但如果真要我赔睡的话 那就属于卖身了 虽然我卖一眼卖身 但卖身的话 得加钱 秦雪瑶瞪着林白 有点想打人 你还是当植物人的时候 可爱一点 留下这话 秦雪瑶气呼呼离去 真是的 先借九大圣女 都抢着跟我睡好吗 林白自言自语 可惜啊 那终归只是梦 记忆可以带出梦境 人却没法从梦里爬出来 先去洗个澡吧 林白发现这病房条件很好 还有浴室 可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生意 草 你这废物香巴佬 还真醒了 一个全身名牌的青年男子走近 还有俩标形大汉 守住门口 我是秦长风 秦雪瑶是我唐姐 你这废物 别妄想叛高知 秦长风扔给林白一捆钞票 这里是十万块 你拿着钱 马上给我滚 第三章 这个得加钱 十万块你打发叫花子呢 林白一脸鄙视 都是秦家人 这货咋这么抠门 你压还嫌少 秦长风一愣 随即冷笑 行 你开个价 一千万 林白很缺钱 若是现在能拿一千万走人 那就不用等到一年后 你他妈怎么不去抢 秦长风顿时就怒了 死香巴佬 你觉得自己值一千万吗 你拿不出钱就滚 别来烦我 林白不耐烦 马的 给你脸了 秦长风一挥手 你们进来 把这王八蛋再打成植物人 那俩标形大汉冲进病房 二话不说 抡拳就朝林白脑袋招呼 林白几乎是本能出手 瞬间抓住两人的拳头 稍稍用力一扭 啊 两个大汉同时惨叫 滚 林白用力一送 两个大汉不由自主到退出病房 你也滚 林白一脚把秦长风也踹了出去 香巴佬 你给老子等着 秦长风气急败坏 却也不敢再进来 林白一脸不屑 他可是先尊 还怕这种玩意 不对 我好像被梦境影响了性格 林白突然就反应过来 曾经他也是个老实人 甚至还有点自卑 不过 现在挺好 他喜欢这样的自己 林白走进浴室 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换上新衣服 穿上新鞋 然后把秦长风那十万现金 装进袋子 手续办好了 秦雪瑶恰时回到病房 就愣了愣 你这哪来的现金 哦 你堂弟送来慰问我的 林白笑容灿烂 别说 你弟这人还怪好的脸 秦长风 秦雪瑶醋眉 他慰问你 这怎么可能 随即就反应过来 他是不是给你钱让你走 算了 不说这个 爷爷刚给我打电话 让我带你去见他 多半是秦长风告诉爷爷爷这事了 江城家族众多 三大顶级家族 八大一流家族 二流家族更是近百 顶级家族资产千亿 一流家族资产百亿 二流家族资产超十亿 秦家便是八大一流家族之一 江城近郊 秦家老宅 秦雪摇婉着 林白胳膊走近 屋里很多人 包括秦长风 香巴老 你还敢来 秦长风对林白怒目而视 随即看向旁边的白发老人 爷爷 林白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我姐 我只是 拿十万试探一下他 他就暴露了 居然找我要一千万 他发现 被我揭穿真面目 恼羞成怒 居然还动手打我 白发老人 正是秦家掌舵人 秦雪摇的爷爷 已经七十岁的秦振江 爷爷 事情不是这样的 秦雪摇试图辩解 不必多说 秦振江白白手 不怒自威 林白 你能醒过来 我其实很高兴 你已经耽误了雪摇三年 不能继续耽误他了 你要钱 我满足你 这是一千万 你拿去 秦振江递出一张支票 爷爷 我跟林白是真心相爱的 秦雪摇顿时急了 他用力搂住林白的手 不让他接支票 同时还用祈求的眼神 看着他 雪摇 爷爷告诉你 就算是真爱 也是有价格的 秦振江心平弃合 林白 我也不是威胁你 但你现在拿钱走人 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能用钱解决 我们不想用别的手段 秦老您真大方 比秦长风 那个抠门的家伙强多了 林白笑容灿烂 不过 您看 雪摇这么漂亮 身材又这么好 她还是个富婆 哦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真心相爱 所以 秦老 这个给加钱 现在 我要一个亿 第四章 你一文不值 秦家众人都惊呆了 香巴老 你怎么不去抢 秦长风异常愤怒 你他妈知道 一个亿是多少吗 爷爷 您看 这人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我姐 不用给他钱 直接让他滚 爷爷 林白只是赌气 他不是真的要一个亿 秦雪摇急忙解释 而后夫在林白耳边小声说道 你想什么啊 我爷爷不会给你那么多钱的 一千万都不会真的给你 我就随口说说 万一真成了呢 林白嘻嘻一笑 反正秦雪摇也不是他真的女朋友 他更想拿着钱过自己的生活 一个亿是吧 我给你 声音从门口传来 走进一个高大白皙的男子 你看 这不就有冤大头了吗 林白很满意 这冤大头你认识吗 秦雪摇当然认识 看到来人 他眼里不自觉出现一丝厌恶 乔三少 您来了 秦长风却已经一脸谄媚的迎了上去 乔三少 秦震江也很客气的主动跟来人打招呼 林白是吧 我乃江城三大顶级家族之一 乔家三少爷 乔三十 高大男子竟直走到林白跟前 一脸傲然 江城皆知 我对雪摇一往情深 只要你彻底从雪摇视线里消失 我可以给你这一个亿 乔三少 您真是英俊潇洒 慷慨大方 林白笑容灿烂 那这钱 啥时候给 我拿到钱 马上就走 秦雪摇有些崩溃 这家伙 就是个见钱掩开的死财迷 他再次觉得 这人还是当植物人的时候 可爱点 乔三十却得意大笑起来 你个蠢货 还真以为我会给你钱 你一个无父无母的乡八佬 当了三年植物人 一醒来就想报复 做什么梦呢 你的真面目已经暴露 没有雪摇护着你 你一文不值 现在马上给我滚 否则 你就不是植物人 而是死人 你们有钱人 都这么不讲信用的吗 林白郁闷了 给他一个亿 他真的会走啊 傻叉 谁他妈给你这种垃圾讲信用 秦长风冷笑 还想要一个亿 你这种垃圾 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 给你十万 都特么闲多 赶紧给老子滚 不然老子就打财你 扔路边喂狗 雪摇 你也看到了 你苦苦守护三年的男人 就是这么个货色 秦镇江一脸韵目 来人 把这下贱的东西扔出去 七八个魁梧保镖 冲向林白 住手 秦雪摇急忙喝止 谁也不许碰林白 雪摇 这种把你当货物买卖的下贱东西 你还要护着他 秦镇江怒吼 拉开大小剑 继续动手 两个保镖转向秦雪摇 准备将他拉开 另外的保镖 则都继续冲向林白 秦老头 你装什么蠢 你不也是想把他卖个好价钱 林白一脸鄙视 手脚齐出 啊 啊 一众保镖 瞬间倒地不起 看在钱的份上 我忍你们很久了 林白一闪身来到秦长风面前 既然现在 你们不给钱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要打残我是吧 老子先打残你 林白一脚踹在秦长风小腿上 咔嚓 秦长风发出凄厉惨叫 啊 林白动作不停 舒然转身 探手就掐住了乔三十的咽喉 脸色冷酷 你要把我变成死人 第五章 天之娇女乔飞烟 秦雪瑶目瞪口呆 这 这家伙咋这么能打 他是个刚醒的植物人啊 这就离谱 呜呜呜 痛苦的声音传来 乔三十脸色通红 拼命挣扎 别 林白 你冷静点 秦雪瑶回过神来 急忙过去拉林白 你 你快松手 会死人的 林白手一甩 将乔三十扔在地上 垃圾还想杀我 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你 林白倒也回过神来 这里毕竟不是仙剑 不能随意杀人 咳咳 乔三十咳嗽不停 大口踹气 爷爷 林白刚醒 神志还不太清醒 你们最好别激怒他 秦雪瑶搂摟着林白胳膊 声音瞬间又变得温柔 老公 你 你别激动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我带你回家 秦雪瑶拉着林白就走 他觉得 还是先离开为妙 而且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对林白的了解 似乎太少了 他还需要跟林白深入交流一下 而这次 也没人阻止 直到林白和秦雪瑶 消失在门口 乔三十才缓过神来 该死香巴了 居然想掐死我 我一定要弄死他 乔三十暴跳如雷 拿出手机就准备摇人 铃声 却在这时先响了 乔三十顺手接通 是我 什么 乔飞烟醒了 此刻 江城市中心 一栋江南园林市 独立别墅门口 一辆车刚刚停下 一身白大褂的苏若冰 波涛汹涌 院子里静静坐着一个白裙美女 长发垂地 那清澄容颜稍显苍白 听到脚步声 白裙美女抬头 展颜一笑 若冰 好久不见 飞烟 你 你真醒了 苏若冰语气颤抖 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这位乔家的天之娇女 二十岁就掌控数千亿资产的天才少女 昔日江城公认的第一美女 四年前忽然昏迷 乔家花费重金 便循名医 都束手无策 世人皆探红颜薄命 这两年 甚至乔家都已经放弃 唯有苏若冰不死心 毕竟 两人乃是最好的朋友 是啊 醒了 乔飞烟轻轻叹息 我做了个很长的梦 然后 梦醒了 我也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苏若冰抓住乔飞烟的手 飞烟 我来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一会后 苏若冰一脸惊叹 飞烟 你这真是奇迹 刚醒就这么健康 几乎没任何问题 说起来也巧 我们医院有个昏迷三年的植物人 早上也突然就醒了 而且也活蹦乱跳的 完全不像病人 想起这事 苏若冰就暗自咬牙 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被别人碰过那位置 可他又没法 跟一个刚醒的植物人计较 只能吃了哑巴亏 若冰 听说你这些年 一直在研究让植物人醒来的办法 我和你的病人 今天都醒了 多半是你的研究 有重大进展 乔飞烟轻轻一笑 真要是这样就好了 苏若冰叹气 飞烟 我也不骗你 我的研究其实没什么进展 你醒来也是意外 至于我们医院 那个林白 根本不是我的病人 乔飞烟猛然抓住苏若冰的手 呼吸急促起来 若冰 你 你说那个病人 他 他叫什么 林白啊 双目灵 非白的白 怎么了 苏若冰有些迷惑 飞烟 你怎么了 难不成你认识他 乔飞烟深深吸了口气 努力平复自己激荡的心绪 不 不认识 乔飞烟轻轻摇头 脑海里 万千画面 却变得更为清晰 老公 是你吗 此刻 已经远离秦家老宅的秦雪瑶 将车停在了路边 我怎么不知道 你会武功 秦雪瑶忍不住询问 秦大笑话 你本来就不了解我 林白随口说道 秦雪瑶哑口无言 他拿出一份协议 想了想 又在违约条款上 添了两个零 之后才递给林白 这是我们的结婚协议 你先签了 今天周六 民政局不上班 下周一 我们就去把证领了 我跟你说清楚啊 既然这家伙是财米 就用钱来捆住他 林白很干脆的签了协议 既然没有冤大头愿意给钱 那他还是只能 来赚秦雪瑶的钱 走吧 我请你吃大餐 秦雪瑶满意的收起协议 整个人看着开心不少 又开了十几分钟的车 来到一家西餐厅门口 刚下车 就碰到一对男女 从餐厅出来 女的颇为妖艳 男人一身肌肉 哟 秦雪瑶 你不装了 妖艳女子一脸嘲讽 感动江城的纯情美女总裁 终于出来偷吃了 第六章 因为我比你好看 宋玉娇 怎么打都能遇到你 秦雪瑶一脸嫌弃 宋玉娇乃宋家大小间 堪称秦雪瑶的死对头 宋家和秦家 同属江城一流家族 秦雪瑶三年如一日 不离不弃守护植物人男友 博得专情之名 宋玉娇则刚好相反 乃是江城大名鼎鼎的 玉女总裁 身边男人患得飞快 好事者总喜欢将两人一起比较 就因为这 宋玉娇恨上了秦雪瑶 当然 最关键的是 秦雪瑶比宋玉娇漂亮 怎么 恼羞成怒了 宋玉娇拿起手机 对着秦雪瑶和林白录视频 我这就让大家看看 你这纯情总裁的骚样 我说秦雪瑶 你背着植物人男友偷吃也就算了 咋不找个好点的呢 宋玉娇一脸暧昧地看着林白 就她这小身板能满足你吗 你找个三秒的男人都能满足你 我最低三小时的 怎么就不行了 林白很不爽 她和九大圣女能七天七夜不下床好吗 秦雪瑶俏脸微红 这家伙真能吹 小子你胡扯什么 宋玉娇身边的肌肉男却恼了 信不信老子抽你 你是不是三秒男 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林白一脸比一 你身边这女人正欲求不满呢 等会你们去开房 结果你猜三秒 你信不信他会弄死你 肌肉男脸色微变 似乎想起什么 而后 他就突然捂着肚子 宋总 不好意思 我 我肚子疼 我 我先进去上个厕所 看到肌肉男跑进餐厅 宋玉娇脸色有点难看起来 秦雪瑶则又惊呆了 老公 你 你真看出她不行吗 哟 连老公都叫上了呢 宋玉娇冷笑 秦雪瑶 看来这小白脸 把你搞得很爽啊 你在她身上动的时候 有没想起 你那可怜的植物人男友 一动不能动呢 你说 有没一种可能 我就是雪瑶那个植物人男友呢 林白摇头叹气 宋小姐 你应该多了解一下你的对手 秦雪瑶 你 你这植物人男友居然醒了 你这什么狗屎愿 可能是因为我比你好看吧 秦雪瑶狠狠扎了宋玉娇的心 你 宋玉娇气急 就在这时 她手机响了 宋玉娇接通电话 而她脸上的气氛 很快就变成喜悦 乃至幸灾乐祸 哈哈 秦雪瑶 你知道我刚收到什么消息了吗 宋玉娇一脸得意 我们江城商界真正的神话 公认的江城第一美女 乔家那位天之娇女 乔飞烟 她醒了 她不仅醒了 她还激活了自己的上千亿资产 并通传江海各大家族 明晚会设验款 代江城商界名流 你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吗 她将会选择一位合作伙伴 组建金雷集团 不论是谁 只要搭上她这艘火箭 就会一飞冲天 而你 秦雪瑶 因为你这废物植物人男友 直接失去了这个机会 哈哈哈哈 宋玉娇笑得无比开心 林白却猛了 乔飞烟 金雷圣女乔飞烟 第七章 真的是她 宋玉娇开心离去 林白和秦雪瑶进了餐厅 餐厅很高级 牛排也很好 但秦雪瑶几乎一直在接电话 林白昏睡三年 此刻却也有些食不甘味 她本以为九大圣女只会是梦境 不可能变成现实 可当她听到乔飞烟的名字 就开始意识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吃饱了 要不 我们先回家吧 秦雪瑶这是开口 其实 她几乎没吃 好 林白点头 两人买单离开 开车来到旺江楼小区 这是江城著名的临江豪宅区 都是一层一户的大平层 将近绝佳 每套价值至少三千万以上 秦雪瑶的房子在顶层 装修不错 主卧客房儿童房书房 健身区一应俱全 林白 你的个人物品都在这里 你先看看 秦雪瑶带着林白走进主卧 床很大 不算奢华 却颇温馨 还弥漫着女人的邮箱 林白轻轻点头 她很快找到自己的手机 秦雪瑶又出去接电话 而林白也给手机充上电 在网上搜索乔非烟的信息 乔非烟在江城很有名 网上也有她的照片 而看到她照片的那一刹那 林白便确定了 真的是她 林白心脏狂跳 她很努力让自己冷静 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她遏制不住 马上去找乔非烟的冲动 这就是她的圣女道理 千年梦境 居然为真 林白 爷爷给我两个选择 秦雪瑶又走了进来 一脸疲惫 要么成为乔非烟的合作伙伴 要么嫁给乔三十 如果这两件事我都做不到 我将被逐出秦家 失去一切 秦雪瑶叹了口气 一脸忧虑 我明天会去乔家赴宴 碰碰运气 但机会不大 你 你明天就别去了 在家等我消息吧 爷爷特意交代 让他别带林白赴宴 你应该带上我 我能帮你说服乔非烟 跟你合作 林白终于冷静下来 他决定再等一天 明晚宴会 他再跟乔非烟相见 秦大笑话 你自己去 无非就是让乔三十帮你而已 但除非你尾身乔三十 他不可能真的帮你 但这件事 真正的决定权 在乔非烟手上 你带上我 才会显得你与众不同 见秦雪柔 还是一脸不幸的样子 林白继续说道 我昏迷三年 今天刚醒 乔非烟也昏迷了四年 同样今天苏醒 你不觉得 他会跟我同病相连吗 而且 你守护一个植物人男友三年 他肯定会觉得 你与众不同 所以 你带上我 才最有可能成功 秦雪谣言里闪烁一彩 他定定地看着林白 几秒后 猛然点头 你说服我了 我明晚带你去复宴 那就这么说定了 林白笑容灿烂 我还有些私事 要处理 嗯 我去客房 晚上不用含我吃饭 行 秦雪谣不宜有他 毕竟 林白昏迷三年 现在要独处一会 也很正常 林白来到客房 关上房门 而后 便盘膝坐在地上 开始修炼 梦里 他乃仙界第一人 杜劫器巅峰的强者 可现在 他连练器第一层都不到 抑郁清晨 林白舒然睁眼 吐出一口浊气 神清气爽 练器第一层了 算是真正踏入修仙门槛 虽然修为很低 但毕竟 已是修仙者 足以吊打这个世界的普通人 林白起身走出客房 便发现秦雪谣 打着哈欠走出卧室 好家伙 真有料啊 林白眼睛都直了 秦雪谣身上的睡衣有点暴露 能看的不能看的 都看到了 啊 秦雪谣突然一声惊呼 急忙退回卧室 他平时都是一个人 多了的男人 林白有点惋惜 这假老婆不够大放啊 秦大笑花 我出门有点事 晚上我们在乔家会合啊 林白大声说了一句 转身出门 笑花虽好 圣女更加 为了和他的惊雷圣女重逢 他还需要做一些准备 时间来到下午五点半 乔家庄园 已是名流云集 庄园外 停满各式豪车 有钱人的生活 真是奢侈啊 林白从出租车下来 看着巨大的庄园 不由的感慨 老婆 出来接我一下 林白给秦雪瑶发了个消息 便在门口等待着 入内需要邀请函 而他并没有 卧槽 我看到谁了 夸张的声音传来 林白 你不是被车撞成植物人了吗 第八章 你又算什么臭狗 林白转过身 便看到一辆马沙拉蒂 停在不远处 一对年轻男女 刚刚下车 男人西装革履 女的高跟礼服 打扮都挺正式 而且看上去价值不菲 至于长相 两人也都算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 多谢你记过 我已经醒了 林白微微皱眉 男人是他的大学同学曹军 当年没少欺负他 看到曹军 林白又想起一些车祸当晚的记忆 虽然他当时喝得有点醉 但现在回想起来 他隐约记得 被车撞之前 有人在他身后 用力推了他一下 根据秦雪瑶的说法 车祸之后 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同学都不见了 但他记得 当时身后应该有好几个人 你这一身 搞行为艺术呢 还是脑子被撞坏了 曹军打量着林白 语气里满是嘲讽 话说回来 你来这做啥 这可是乔家 江城第一家族 不是你这种 乡下穷鬼能来的地方 林白现在的打扮 确实比较特别 大热天的 他穿了一身白色长袍 曹军 几年不见 你嘴巴还是这么臭 刚吃过屎吗 林白语气淡然 他已经不是曾经的林白 不会灌着这种货色 曹军一愣 随即怒了 曹 林白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样跟老子说话 你又算什么臭狗 敢在我面前乱废 林白冷哼一声 别来惹我 否则有你苦头吃的 谁给你的底气 敢这样跟我男朋友说话 一声冷哼 来自曹军的女伴 我是柳家的柳欣梅 你最好马上向曹军道歉 林白 柳家乃是江城百大家族之一 欣梅只需要一句话 就能让你在江城无立族之地 曹军一脸得意 你马上给老子跪下道歉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敢起你的底气 来自你女朋友 林白眼里是浓浓的不屑 你可真够出息的 吃软饭也就算了 这软饭还是馊的 你敢侮辱我 柳欣梅异常愤怒 你真想找死吗 林白 你他妈就是嫉妒 曹军冷笑 欣梅 你不用生气 这乡八老当年在学校 就一心想追附婆吃软饭 可惜 就他这种垃圾 没人喜欢 现在他见我找到 你这么好的女朋友 就恶意攻击 果然是没见识的底层垃圾 柳欣梅一脸鄙夷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马上跪下道歉 不然 我让你在江城讨饭都讨不到 柳欣梅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老公说话 清冷的声音传来 秦雪瑶缓缓走出 一身华丽长裙 高贵性感 身材脸淡气质 瞬间秒杀柳欣梅 他来到林白身边 挽住他的胳膊 然后冷冷看着柳欣梅 你们柳家区区一个 垫底的二流家族 哪来的底气如此嚣张 你 你是秦雪瑶 曹军满脸难以置信 你 你怎么可能是林白 这废物穷鬼的女朋友 他极度的要发狂 秦雪瑶曾经是江城大学 所有男生的梦想 啪 林白一巴掌扇曹军脸上 说你嘴巴臭 你还不停喷愤 你他妈敢打老子 曹军快疯了 老子弄死你个废物 啪 林白反手又是一巴掌 你 你太过分了 柳欣梅异常愤怒 这就过分了 秦雪瑶声音冰冷 我老公昏迷三年 好不容易醒了 你们就想欺负他呢 柳欣梅 你们柳家 是要跟我秦雪瑶成死敌吗 第九章 是你先犯贱 什么 柳欣梅脸色一变 他终于反应过来 他 他就是你那个守护三年的植物人男友 对 对不起 秦大小姐 我不知道 秦大小姐 我 我向您道歉 正如秦雪瑶所说 柳家只是店底的二流家族 跟秦家相比 实力相差甚远 你们要道歉的对象不是我 秦雪瑶冷亨 是我老公 算了 这种垃圾的道歉 不要也罢 林白摇摇头 老婆 我们进去吧 在曹军那极度的通红的眼神中 林白摟着秦雪瑶朝里面走去 你怎么打扮这么奇怪 秦雪瑶忍不住问道 因为 乔飞烟喜欢我这样的打扮 林白一脸认真 你这话说的 好像你认识乔飞烟一样 秦雪瑶很无语 如果我告诉你 我跟乔飞烟神交多年 你信吗 林白微笑 秦雪瑶翻了个白眼 很显然 他不信 还别说 你今天看着 似乎气质不太一样 我知道 林白一脸淡然 我更帅了 秦雪瑶再次无语 这家伙 真自怜 两人走进宴会厅的时候 很快就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尽管今晚的真正主角乃是乔飞烟 但秦雪瑶这几年 也一直都是江城的焦点人物 差点就取代乔飞烟 成为新的江城第一美女 哟 秦雪瑶 我还以为你不敢带男朋友来呢 倒是小看你了呀 嘲讽的声音传来 正是宋玉娇 各位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秦雪瑶苦苦守护三年的植物人男友 一个来自乡下无父无母的孤儿 宋玉娇故意抬高声音 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来 其实我真的好奇啊 这么个一无是处 身无分文的废物相巴佬 到底有什么特长 能让秦大小姐一片吃辛苦等三年呢 或者 只是我们的秦大小姐 眼瞎了 哥哥哥 宋玉娇肆无忌惮嘲笑 那就是秦雪瑶的植物人男友啊 居然醒了 这家伙穿的什么衣服呢 汉服 长得其实还是不错 可他一个乡下穷鬼 秦家不可能同意他们在一起的 秦雪瑶这是疯了吧 乔三十苦苦追他好多年 他选了个香巴佬 众人低声议论 对这事儿其实也很不理解 虽说乔三十私下碗得花 可那是乔家三少爷啊 怎么都比一个香巴佬强万倍 我的特长 自然只有雪瑶知道 林白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其实 或许雪瑶就只是爱干净 喜欢我的单纯啊 当然了 宋小姐 你这么脏的人 是没法理解的 好家伙 众人都惊了 这香巴佬 骂人挺厉害啊 你个香巴佬胡说什么 你才脏 你全家都脏 我有没胡说 你自己清楚 林白一脸淡定 我劝你 去做个灵病检查吧 不要汇集记忆 早点治疗 还来得及 灵病 众人下意识看向宋玉娇 有几个离他比较近的 更是不自觉退了几步 都知道宋玉娇私生活混乱 得这种病 还真有可能 秦雪瑶 你故意 让这香巴佬来重伤我的是吧 宋玉娇咬牙切齿 你可真下座 是你先犯件 别怪我家雪瑶 林白轻哼一声 我就算是香巴佬 吃的也是雪瑶的大米 关你屁事 至于你有没灵病 要不 现在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让大家一起看看结果 林白 你一个刚醒的植物人 装什么医生呢 曹军挽着柳心梅走了进来 各位 我是林白的大学同学 他学的金融专业 毕业就变成植物人 完全不懂医术 他这就是纯粹污蔑宋小姐 第十章 不敢赌就马上滚 曹军 你有狗叫什么 林白很不耐烦 脸不疼啊 林白 我们同学一场 你又当了三年植物人 我原本是很同情你的 曹军一脸愤怒 可你居然听从 秦雪瑶的安排 故意来乔家闹事 那我必须揭穿 你们的把戏 请大家听我说 曹军抬高声音 我刚在外面 听到林白跟秦雪瑶商量 要故意破坏今天这个宴会 林白还打了我两巴掌 威胁我 你们看 我这巴掌印都还在呢 看到曹军脸上 那明显的手指印 众人基本上都信了 只是 却是秦长风走了过来 你和林白那个死乡八佬 得罪了乔家 现在还想连累 整个秦家不准 怎么 你知道自己没法 跟乔小姐合作 就想让大家都给你陪葬 听到这话 四周哗然 秦雪瑶居然得罪了乔家 那他还赶来这里 林白倒是有些意外 秦长风不是被他打断腿了吗 怎么现在已经能走路了 他那腿居然几乎完全治好了 看来 这个江城 还是有高人啊 雪瑶 你马上带着那混账小子离开 秦镇将这时也走了过来 一脸韵母 否则 我现在就把你逐出秦家 众人恍然 秦家这是想跟秦雪瑶切割了 看来 秦雪瑶是真得罪了乔家 恐怕不只是拒绝乔三十那么简单 曹军此刻有种按捺不住的兴奋 等秦雪瑶被逐出秦家 那林白就依然是那个一无所有的乡下穷鬼 甚至连秦雪瑶这美女笑话 他也有机会一亲方泽 爷爷 我们已经说好了的 秦雪瑶绝美脸庞 有明显不服 不管要怎么处置我 也应该等宴会结束再说吧 够了 你到现在还一想天开 觉得乔小姐会选你合作 秦镇将怒吼 你留在这里 只会害得我们整个秦家都失去机会 秦雪瑶 你的野男人昨天发疯 差点掐死了乔三少 你难道忘了吗 秦长风冷哼一声 你今天若是自己一个人来 还有那么几分机会 可你居然还带着这废物像八佬过来 你要做死是你的事情 别连累我们秦家 众人顿时就惊呆了 秦雪瑶这植物人男友醒过来之后 就差点杀了乔三世 这怪不得秦家要跟秦雪瑶切割 秦长风 你再乱废 信不信我 让你变成真的废物 林白冷声说道 若不是想顺利见到乔飞烟 他已经动手了 你们秦家想跟雪瑶撇清关系 没问题 但等会雪瑶跟乔飞烟达成合作的时候 你们也别来求他 林白 你他妈脑子是真坏掉了吧 曹军忍不住嘲笑 你压得罪了乔三少 还想拿到乔家的合作 你还是赶紧滚蛋吧 等会乔三少来了 你就死定了 曹军 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不明白 我没有挖过你家祖坟 也没睡过你女朋友 林白冷冷看着曹军 可你总是疯狗一样 咬着我不放 到底是为什么 我倒是想起来了 三年前 我出车祸的时候 你好像就站在我身后吧 林白不知道是谁推的他 可现在 他很怀疑是曹军 林白 现在是说 你扰乱宴会的事情 别扯以前 曹军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我告诉你 你污蔑宋小姐 乔小姐的宴会 整个江城 谁也就不了你 你现在乖乖滚出去 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狗命 林白捕捉到曹军眼里的慌乱 看来 三年前的车祸 多半跟曹军有关 林白 听你同学劝 赶紧滚吧 秦长风冷笑 你清醒一点 你一个乡下来的穷鬼 根本就不配进入我们上流社会 你就算搭上秦雪瑶 也不会跟我们平起平坐 只会将他拉到跟你一样的低贱层次 秦长风 在我眼里 你和曹军这种垃圾 才是低贱的物种 林白声音有点冷 在乔飞烟出现之前 我懒得教训你这种拉结 但你若是非要找死 我也不介意再打断你的腿 你 秦长风有些愤怒 又有一丝畏惧 好 林白 你觉得乔小姐会选秦雪瑶合作是吧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如果秦雪瑶没有被乔小姐选中 不光秦雪瑶会被逐出秦家 你也要自断双腿 敢赌吗 不敢赌就马上滚 第十一章 我也来家医住 别跟他赌 我可没把握 秦雪瑶轻声对林白说道 没事 我有把握 林白笑了笑 而后抬高声音 秦长风 你要赌 那我们就赌一把 但若是我们赢了 那你们秦家 就要交给雪瑶掌管 还有你 也要自断双腿 你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秦长风冷笑 反正你们必输无疑 秦老头 你呢 认可这个赌约吗 林白看向秦震江 小子 既然你非要做死 那我成全你 秦震江沉亨一声 还请在场各位做个见证 我秦家接了这个赌约 好 没问题 我们一起见证 谁若敢反悔 江城共弃之 众人纷纷表态 毕竟 看热闹不嫌是大 当然 也没人觉得林白能赢 秦大少 我能搭个便车 在您这边加个住吗 曹军在这时举起手 我觉得 只是断林白两条腿 实在太便宜他了 他看向林白 眼神有几分争鸣 我想用我一双手 赌林白双手 此话一出 四周哗然 曹军这是跟林白有仇吧 好 秦长风却是颇为兴奋 林白 你敢接这个加住吗 没什么不敢的 林白一脸淡定 如果你们还有人想加住 尽管加 我都接了 既然这样 那我也要加住 宋玉娇也举起手 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嫉恨 秦雪瑶 我就看不惯你那张脸 所以 我用我的脸 堵你的脸 谁输了 谁就让对方在脸上画一刀 你敢吗 四周再次哗然 宋玉娇这是想毁秦雪瑶的容 秦雪瑶脸色微变 正想说话 林白却先开口了 虽然你这丑脸 不配跟雪瑶赌 但我还是替她接了 随即附在秦雪瑶耳边 别怕 我们肯定赢 嗯 万一输了 我就带着你跑路 林白并非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以她现在练起七一层的实力 跑路还是很容易的 秦雪瑶深深吸了口气 事已至此 她也没有退路 林白昏迷三年 昨天才醒 有些冲动 但我秦雪瑶 既然等了她三年 那今晚 我愿意陪她疯一次 秦雪瑶动人的声音 无比清晰坚定 宋玉娇 你要跟我赌 那我奉陪就是 好 秦雪瑶 我就等着你变成丑八怪 宋玉娇难掩得意 众人摇头 可惜了 秦雪瑶这张脸 若是被划上一刀 那真的就是 抱点天卧 既然这么热闹 那我也来加一柱吧 又一个声音 从门口传来 随着声音 乔三十率领数十保镖 走进宴会厅 是乔三少 乔三少您来了 众人纷纷跟乔三十打招呼 乔三十禁止走到林白跟前 神情冷酷 林白 你既然敢来我们乔架 那我就在秦长风这边 也加个住 你若说了 老子要淹掉你 让你作声男人 四周短暂寂静 然后就是一片喧哗 这小子完了 乔三少都加住了 这肯定会输啊 秦雪瑶这下 也彻底完蛋了 谁让他自己做死呢 好好的乔三少不选 选一个乡下穷鬼 没等林白说话 柳新梅却也举起了手 既然乔三少都参与了这个游戏 那我柳新梅怎么也要给乔三少捧个场 柳新梅朝乔三十五妹一笑 任谁都能看出他的讨好味道 我也加个住 我出一亿 赌秦大少赢 很好 你很懂事 乔三十一副很满意的样子 谢谢乔三少夸奖 柳新梅很兴奋 他只要搭上乔家 还怕什么秦雪瑶 他扫尸四周 继续说道 我知道大家担心林白没钱履行赌约 但是呢 秦大小姐肯定会帮他还钱的 至于秦大小姐怎么还 你们懂的吧 所以 各位 我张家也加住一亿 我王家加一亿 我方家 众人纷纷加住 钱不钱的不重要 能让秦雪瑶欠下永远还不完的债 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对秦雪瑶为所欲为 好好 我都接了 拿纸笔 各位土豪大爷 白纸黑字写下来吧 林白此刻却更兴奋 钱啊 这都是钱 很快 基本上所有人都留下了他们的赌注数字 当然 还有他们的签名 九七 九八 哈哈 一百亿 整整一百亿 林白刚刚计算完毕 转身就将秦雪瑶给抱了起来 老婆 你真是我的宝藏女孩啊 发财了 这下我们发财了 有生以来 林白第一次发现钱这么好赚 秦雪瑶整个人已经妈了 他脑子里已经出现好几个地名 那是跑路的备选目的地 而在场其他人 就一个念头 林白这货已经疯了 发财 哈哈 乔三十大笑起来 香巴佬 你做什么美梦呢 我现在宣布你已经输了 乔三少 这轮不到你来宣布结果吧 秦雪瑶忍无可忍 虽然他也觉得多半会输 但至少也要等乔飞烟出现在说吧 秦雪瑶 你不服气 乔三十冷笑 那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你们已经输了 没错 惊雷集团的合作对象 是我那位天才妹妹亲自选择 但他只会在我交给他的名单里选择 而你们俩 已经被我剥夺参与资格 虽然你们原本也没什么机会 但我现在 要提前剥夺 你们那一丝丝的机会 四周有瞬间的寂静 似乎都没想到 赌约结束的这么快 乔三十 你这又当选手 又当裁判的 能不能要点脸 林白醋眉 他还真没想到 乔三十来这么一出 这若是连乔飞烟都见不到 那他今天不是白来了 这里是乔家 我就是裁判 乔三十猛然怒吼 你一个低贱的底层垃圾 居然妄图 挑衅我们江城整个上流社会 我说你说 你就是说 各位 我的裁决 谁赞成 谁反对 乔三十扫过四周众人 而众人也马上反应过来 纷纷应和 我宋玉娇赞成 我柳星梅也赞成 我秦长风赞成 我曹军赞成 我秦镇江赞成 赞成 赞成 结果毫不意外 几乎所有人赞成 除了秦雪瑶 我反对 秦雪瑶很愤怒 你们简直无耻 你反对 乔三十一脸嘲讽 秦雪瑶 你反对有意义吗 你这几年在江城风生水起 那是我在捧着你 我捧你 你就是高贵的秦大小贱 我猜你 你就是江城的低贱交际花秦雪瑶 既然你要选择林白这种低贱的垃圾 那我就让你变成 江城最肮脏的公交车 这是你自己选的 秦雪瑶脸色苍白 他能感觉到 正常的阴邪 似乎他已经是他们的玩物 不经意中 他抓紧了林白的胳膊 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 他是真的害怕了 心里更是有些后悔 他不该来的 别怕 林白轻轻拍了拍秦雪瑶 以示安慰 而后 他的视线也缓缓扫过众人 我就问一次 林白弹幕的声音响起 你们所有人 都要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来认定我输了赌约 是吧 废话 你本来就输了 林白 你别垂死挣扎了 我们江城百大家族代表都在这里 我们说你输了 你就是输了 你一个乡巴佬 本来就不配站在这个地方 四周都是谩骂 更多是不羡 这里是乔家 乔三十要弄死林白 林白居然还想翻盘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很好 希望你们等会求我的时候 还能这么应激 林白声音冰冷 记住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 死到临头 你还大言不惭 乔三十冷笑 林白 在我面前 你就是蝼蚁 区区蚁 也妄图撼动大象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乔氏不可辱 他猛然一挥手 上 先给我打断他四肢 之后 老子要亲自淹了他 是 三少 乔家重保镖领命 一起朝林白冲了过来 住手 门口传来轻贺 一群人缓缓走近 惊雷集团 乔飞烟小姐道 第十三章 不走寻常路 乔家重保镖 顿时停止动作 看向门口 而其他人也都看了过去 稍显苍白的绝美脸庞 近乎垂到地上的长发 出臣脱俗的绝佳气质 瞬间盖过在场所有人 乔飞烟 毫无争议的将成第一美女 乔飞烟 即便是秦雪瑶 跟她相比 也稍逊一筹 事实上 乔飞烟身边 还有个身材堪称爆炸的性感美女 正是苏若冰 一身咖啡色碗礼服的苏若冰 尚未更显惊人 然而 此刻 她那总是能吸引每个人视线的身材 却也居然被众人无视 只因为 每个人都盯着乔飞烟 特别是看到 她身上那件熟悉的衣服 她就知道 稳了 乔飞烟穿着一身浅黑色长袍 长袍上有闪亮的花纹 而那 其实乃是雷电炸开的图案 而这 正是惊雷圣女的日常装扮 你们在闹什么 乔飞烟的声音清冷 动人 还有明显不悦 众人不敢接话 都下意识看向乔三十 小妹 有个人闹事 想破坏你的宴会 我正准备赶她出去呢 乔三十马上接话 用手指着林白 就那小子 老子有点问题 你放心 我马上处理好 乔飞烟看向林白 林白依然也在看着乔飞烟 目光在空中交织 这一瞬 世界似乎已经 只剩下他们两人 他们的眼里 只有彼此 梦里的无数画面 在两人脑海里迅速闪过 仅仅一眼 已是千年 不经意中 林白和乔飞烟 同时朝对方迈出了一步 但 就在这时 秦雪瑶稍显现急切的声音响起 乔小姐 事情不是这样的 秦雪瑶试图解释 林白昏迷了三年 昨天才醒 做事有点冲动 但我们真的没有故意闹事 都是他们先挑衅我们的 林白和乔飞烟 同时惊醒过来 收回迈出的步子 宋玉娇则冷笑起来 秦雪瑶 你们俩故意破坏乔小姐的宴会 这里的人都能作证 你还想狡辩 没错 就是这样 乔小姐 事情就是这样的 乔小姐 我们都能作证 是林白跟秦雪瑶故意搞事 众人纷纷帮腔 现场又是一片闹火 够了 都安静 乔飞烟深深看了林白一眼 收回目光 而后一声轻贺 我是来挑选 金雷集团合作伙伴的 谁若是再吵 就给我出去 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 开始吧 乔飞烟淡淡吩咐 而他身后的那些人 马上就行动起来 这些穿着女士西装的年轻女子 都是跟随乔飞烟多年的 助理团队成员 即便乔飞烟昏迷之后 这个团队也一直跟在乔飞烟身边 他们很快就给宴会厅的每个人 发了一张纸和一支笔 纸上有字是三道题目 给你们三分钟 打出三道题目 三题全对的人 就是我的合作伙伴 乔飞烟缓缓扫过众人 答完题之后 记得写下你们的名字 现在开始计时 众人看着题目 此刻都有点猛 乔飞烟最喜欢的花是什么 乔飞烟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金雷丹如何炼制 前两个问题还算正常 可最后这个问题是什么鬼 金雷丹是个什么动线 秦雪瑶也有些傻眼 这位乔小姐 不走寻常路啊 这怎么回答啊 秦雪瑶看着林白 有些焦急 我完全不知道呀 他不能不急 这已经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林白附在秦雪瑶耳边 轻声说了几句 秦雪瑶一脸怀疑 你确定 你自己填肯定错 听我的才有可能对 林白心知肚明 这其实是乔飞烟对他的测试 他这圣女老婆 行事一向谨慎 秦雪瑶纠结了一会 还是按照林白所说 填上答案 除了相信林白 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三分钟很快过去 时间到 收答卷 随着乔飞烟一声令下 所有纸张很快全被收回 林白 你这废物名字没取错 居然交了个白卷 曹军忍不住嘲讽 他一直盯着林白呢 而林白确实没有答题 傻逼 林白淡淡吐出两个字 你个废物等死吧 曹军甚是恼怒 结果马上就出来 谁也就不了你 林白不再理会曹军 只是看着乔飞烟 心里美滋滋 老婆真好看啊 现在 我公布结果 乔飞烟动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宴会厅异常安静 几乎每个人都平住呼吸 答对三道题的人 只有一位 也就是 秦家的秦雪瑶小姐 第十四章 你赢不了 宴会厅有短暂的寂静 然后就炸了 什么 是秦雪瑶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是秦雪瑶 如果是秦雪瑶 那我们跟林白的赌约 岂不是 岂不是输了 完了 我的一意没了 众人都是难以置信 林白那个废物相巴搂 居然逆天翻盘了 有些人甚至开始慌了 毕竟 刚刚都是吓住了的 就算他们没有堵胳膊堵腿的 可一意也不是小数目 这怎么可能 乔三时脸色异常难看 小妹你再看看 你肯定搞错了 答对三道题的人 应该是秦长风 众人暗自松了口气 不急 还有这位乔三少呢 只要乔三少出面 就算秦雪瑶真答对了 也是错的 三哥 你这么肯定 是因为你给了秦长风 标准答吗 乔飞烟那动人的声音里 有着淡淡的嘲讽 秦长风的答卷 三道题确实都回答了 而且 恰好跟我之前 故意留下的答案 一模一样 可惜的是 你并不知道 那份答案 是假的 什么 假的 乔三时脸色微变 随即就怒了 小妹 你这是故意算计我 三哥 你这话就很可笑了 乔飞烟语气里的嘲讽更浓 你若不收买我团队里的成员 偷走答案 我又怎么可能算计你 还有 过去四年里 你多次试图 侵吞我名下的资产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乔三时脸色铁青 他完全没想到 乔飞烟才醒来一天 就知道了这些事 小妹 我们的家世 我们私下在说 乔三时声音缓和了一些 但你今天 可以选任何人合作 除了秦雪瑶 而且 我不相信秦雪瑶能答对这三道题 我要求公开答案 让大家一起见证 没问题 乔飞烟转头看向苏若冰 若冰 你来吧 苏若冰点点头 从身上拿出一个信封 来这之前 飞烟将这个信封给了我 我一直没有打开 苏若冰撕开信封 我以江城苏家的信誉担保 飞烟没有将答案告诉过任何人 江城上流社会 其实都知道 这位美女医生 实际上有着显赫的身份 江城三大顶级家族 乔家 苏家 叶家 而苏若冰 就是苏家大小贱 第一题答案 雷霆之花 第二题答案 弱水之地 第三题答案 金雷丹不存在 苏若冰念完答案 自己都有点猛 这谁能答对 他不自觉看向秦雪瑶 这位秦大小贱 到底怎么答对的 而秦雪瑶正看着林白 他也觉得匪夷所思 林白是怎么知道这个答案的 小妹 这种答案 我不信秦雪瑶能答对 乔三十很恼火 可下一秒 乔飞烟就举起答卷 你们自己看 这 这怎么可能 乔三十凑了过去 满脸的难以置信 秦雪瑶这答卷 几乎跟标准答案一模一样 前两题答案完全一致 只有第三题 秦雪瑶回答的乃是 没有金雷丹 炼制不出来 意思一样 显然是对的 三哥 你现在 乔飞烟淡淡一笑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 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的合作伙伴 就是秦家的秦雪瑶 谢谢乔小姐 秦雪瑶猛然转身 扑到林白身上 太好了 林白 我们赢了 我们真的赢了 秦雪瑶异常激动 林白倒是淡定 毕竟他早知道结果 而此刻 其他人则一个个面如死灰 特别是秦长风 宋玉娇曹军柳心梅等人 脸色更是难看 秦雪瑶 你赢不了 一声爆喝响起 依然是乔三十 他猛然一伸手 将秦雪瑶那份答卷 抢了过去 撕得粉碎 我现在宣布 秦雪瑶根本没有回答问题 三哥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宣布 乔飞烟声音很冷 瞬间气场全开 小妹 我只是希望 你先弄清楚 选择秦雪瑶的后果 乔三十脸色阴沉 我们都跟林白有赌约 若是你选秦雪瑶 那么 秦长风会自断双腿 宋玉娇会被毁容 曹军会断掉双手 还有 柳星梅和其他人 一共得给那小子 一百亿现金 乔三十 你说漏了自己 我会淹了你 林白淡淡的补充一句 乔三十狠狠盯了林白一眼 而后重新看向乔飞烟 小妹 我现在 可以告诉你 若是你 非要选择秦雪瑶 那你不仅仅是 跟我为敌 还是跟整个江城百大家族为敌 你才醒过来一天 确定要承受这样的后果吗 第十五章 把根留下 你是在威胁我 乔飞烟声音更冷 不 小妹 林白必须输 他扫尸四周 你们告诉我小妹 是不是这样 乔三十此言一出 自然马上无数人附和 没错 明明就是林白输了 乔三少说的对 林白必须输 我们都支持乔三少 支持乔三少 林白已经输了 刚刚还在兴奋中的秦雪瑶 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 乔三十 你 你这也太无耻了 秦雪瑶有些愤怒 愿赌服输 你这样算什么乔家少爷 你简直就是给乔家丢脸 秦雪瑶 是你太天真 乔三十冷笑 上流社会 实力为尊 谁跟你讲道理 这里是乔家 我是乔三少 我说谁赢 那就是谁赢 在你选择林白这个废物 香巴佬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注定失败 乔三十又看向乔飞烟 小妹 江城各大家族代表的呼声 你也都听到了 你一直是我们乔家最聪明的人 该怎么选择 你应该清楚了吧 此刻乔三十已经是一副 胜券在握的姿态 他就不信 乔飞烟会为了林白这种废物 跟他彻底翻脸 秦长风等人也都松了口气 抱着乔三十的大腿 果然是没错的 乔三十 麻烦你 以后不要喊我小妹 我乔飞烟 没有你这么舒不起的哥哥 乔飞烟声音冰冷 还有 不要在我面前摆乔家少爷的架子 若是非要二选一 乔家 选你还是选我 这答案 路边的狗都知道 我再说一次 秦雪瑶就是我的合作伙伴 惊雷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谁对秦雪瑶不利 那就是 与我惊雷集团为敌 秦长风等人 脸色顿时就又变得苍白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乔飞烟不但无视了乔三十的威胁 甚至还替秦雪瑶站台 乔三少 这 这怎么办 秦长风这回是真慌了 不只是他 宋玉交曹军他们也都慌了 一旦乔飞烟站在秦雪瑶这边 那他们就毫无胜算 毕竟 谁都知道 在乔家 乔飞烟肯定远远比乔三十重要 如果非要二选一 那乔家铁定会选乔飞烟 好 很好 你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世吧 希望你别后悔 乔三十转身就朝门口走去 我们走 乔家重保镖随即跟上 乔三十 我让你走了吗 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林白一闪身来到乔三十前面 挡住他的去路 要走可以 先把根留下 把根留下 众人先是一愣 但很快就回过神来 这一家伙 居然还真想淹掉乔三十 香巴老 不要找死 乔三十冷冷看着林白 你要失去 就当做赌约没有发生过 否则 就算有乔飞掩护着你跟秦雪瑶 我也能让你这个废物死无 啪 林白一巴掌扇在乔三十脸上 你才是废物 满嘴喷喷的东西 我认你很久了 林白冷冷看着乔三十 说吧 你是自己淹掉 还是要我帮你 你他妈找死 乔三十顿时暴怒 上 都给老子上 弄死他 乔家重保镖 一拥而上 啊 啊 惨叫接连不断 数十个乔家保镖 很快就都倒在地上 这 林白的废物 怎么变得这么能打了 曹军脸色苍白 满脸难以置信 其他人也都惊呆了 乔家这些保镖 都是一个能打十个普通人的那种 可现在 居然不到一分钟 就都被林白放倒了 乔三十 你是完全不懂吸取教训啊 林白慢慢走向乔三十 既然你不愿意自己断根 还是我来帮你变成太监吧 站住 你他妈别过来 乔三十下意识后退 色力内人 我警告你 你别碰我 我是乔家三少爷 你敢动我一下 我保证 你今晚走不出乔家 啊 林白一脚踹在乔三十当步 乔三十那凄厉的惨叫 让在场的男人都打了个冷战 似乎他们也淡疼了 乔三十的惨叫戛然而止 他已经痛得昏迷过去 林白转过身 笑容灿烂 现在 轮到你们了 秦长风 曹军 你们俩 也有帮忙吗 第十六章 轮到我们算账了 林白 你 你别乱来 秦长风明显是慌了 这 这是乔小姐的宴会 乔小姐不会让你为所欲为的 秦长风一边说一边后退 眼看着林白还在逼近 他更心慌 爷爷 救我 此刻谁也不怀疑 林白会打断秦长风的腿 毕竟 林白连乔三十都敢腌掉 何况一个秦长风 乔小姐 林白在乔家如此妄为 您真不管吗 秦镇江看向乔非烟 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都不明白 就算乔非烟跟乔三十关系不好 可今晚毕竟是乔非烟主办的宴会 怎么就让林白这么肆意行动呢 你们睁着眼睛说下话的时候 可有问过我的意见 乔非烟一脸计较 当然 这里是乔家 是我设的宴 我还是会管的 他转过头 看着身边奥利的家人 若兵 给你的医院打电话 多派一些救护车过来 随后 他又冷冷扫过宴会厅所有人 既然你们在我这里意外摔伤 那你们的医疗费 我都会负责 意外摔伤 众人都惊呆了 乔非烟这已经不是不管了 这简直就是护着林白啊 他这意思 不管这些人怎么受伤的 都是因为意外摔的 跟林白没关系 这一刻 连正打电话的苏若兵 都忍不住看了林白一眼 他总觉得 这事情不对劲 而秦雪瑶更觉得不对劲 林白这家伙 跟乔非烟 难道有什么特殊关系 秦老头 别在那里叽叽歪歪了 林白则是不耐烦 先兑现你的赌约吧 秦家从今往后 就有雪瑶掌管 小子 你就是看上我们秦家的前世吧 秦震江甚是恼怒 好 只要你放过长风 以后我就让雪瑶负责秦家所有生意 你先闭嘴 林白打断 回头看向秦雪瑶 老婆 我让你准备的合同 你带来了吧 啊 带 带来了 秦雪瑶呆了呆 而后快步走到林白旁边 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 递给林白 林白接过协议 顺手就递给秦震江 秦老头 把这个签了吧 秦氏集团股权转让协议 秦震江一看就怒了 你 你居然要我把所有股份 都转给雪瑶 林白 你这么贪心 就不怕撑死自己吗 秦老头 愿赌服输 你一把年纪都老糊涂了 还在秦家作威作福 不就是仗着秦家的钱 都在你手里吗 林白有些不屑 交出股份 才是真正交出管理权 别跟我整那些空口白牙的虚玩意儿 雪瑶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秦震江异常愤怒 你这是要公然夺取秦家家产 爷爷 这是您跟我们的赌约 您身为秦家家主 更应该言而有信 秦雪瑶深吸一口气 他只有掌控秦家 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不然 他迟早还是会被强迫 嫁给他不喜欢的男人 秦老先生 秦大小姐 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难不成 你觉得 他没资格掌管秦家吗 乔飞烟淡淡的声音 在这时传来 秦震江脸色一变 他看了看乔飞烟 又看看秦雪瑶 脸色不自觉变得苍白起来 好 我签 秦震江瞬间就像是苍老了十岁 他有些颤抖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而这 就像是 你让林白放过你弟弟 咔嚓 咔嚓 清脆的骨折声响起 随之就是凄厉的惨叫 啊 秦长风倒在地上 痛苦翻滚 你 你 秦震江看着林白 异常愤怒 林白 你 你就是个畜生 嗯 秦震江捂着胸口 痛苦倒地 他气晕了 跟我没关系啊 林白一脸无辜 顺手将协议塞给秦雪瑶 老婆 你先说好 这可都是钱啊 而后 他转身看向曹军 笑得更加灿烂 老同学 现在轮到我们来算账了 林白 有 有话好说 曹军身体宛若筛康 抖个不停 下一秒 扑通 他直接给跪下了 林白 同学一场 我 我求你 放过我 我错了 是我有眼无珠 你 你就放过我吧 我就说你们会求我的 可惜 你们不信啊 林白摇头 曹军 要放过你 也不是不行 说吧 三年前 我出车祸的时候 到底是谁把我推到路中间去的 第十七章 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曹军疯狂摇头 林白你相信我 我真没有推你 不是我推的 我 我也不知道是谁 曹军惨叫起来 却是林白抓住他一只手 猛然一扭 你说你 求人的时候 就应该诚心一点 别玩花样 林白又抓住了曹军另一只手 我提前跟你说一下 我扭断了手 没人能治好 如果你还不肯说实话 那你这一双手 就会都彻底废掉 林白 你 你相信我 曹军痛得冷汗直流 我 我真不知道 林白毫不客气地 扭断了另一只手 不说就算了 我总会查出来的 林白懒得跟曹军浪费时间 他只起身 缓缓扫过其他人 现在该谁了来着 众人几乎都下意识 往后退了一步 谁也不敢说话 这就是个野蛮的疯子 可关键在于 乔飞烟居然还护着这个疯子 宋小姐 你也别躲了 该你了 林白看向宋玉娇 你还是乖乖出来 让我家雪瑶 在你脸上画一刀吧 雪瑶刀工不怎么好 那是你的福气 如果你不配合 那就是我来动手了 林白一脸恶魔般的笑容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但我刀工特别好 我只要一刀 就能在你脸上 画个蜘蛛网出来 你 你别乱来 宋玉娇脸色苍白 我 我赔钱就是 我跟他们一样 我也给你们一亿 总想了吧 宋小姐 你这又何必呢 林白摇头 我这人很公平的 你这张脸 怎么也不值一个亿啊 这不是坑你吗 你还是让雪瑶画一刀吧 之后 你再去整个容 最多也就几百万 到时候 你还能比现在更漂亮 简直就是双赢嘛 我的脸才不止之一亿 宋玉娇颇为愤怒 好 林白 你是不是嫌少 我再加一个亿 宋小姐 其实呢 你看 我跟雪瑶 现在也都不缺钱了 我这马上就能收一百亿呢 林白一脸认真 这钱不钱的啊 其实真不重要 做人呢 最重要的是开心 在你脸上画一刀 我家雪瑶应该挺开心的 十亿 宋玉娇猛然尖叫出来 我给你们十亿 总想了吧 啊 林白似乎呆了呆 而后 她转头看向秦雪瑶 老婆 这个咋办 她给的实在太多了 算了 就 就赔钱吧 秦雪瑶轻声说道 我 我也不敢用刀划她脸啊 那行 宋小姐 给钱吧 林白也很干脆 我 我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先打个欠条给你 可以吧 宋玉娇脸色有点阴沉 没问题 林白依然答应的很爽快 还有 剩下的你们这些人 都可以现在打个欠条给我 好好好 我打欠条 我也给欠条 我这就写 听到可以打欠条 这些人自然是求之不得 短短几分钟时间 所有人都把欠条给了林白 包括宋玉娇柳心梅 只要现在不给钱 那依然有机会赖账 所以 这些人都很爽快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正是一群医生护士 却是救护车终于赶来 所有伤者很快都被救护车拖走 而其他人 此刻也纷纷向乔飞烟告辞离开 事情闹成这样 留下来没有意义 而且还可能有危险 热大的宴会厅 很快就变得空荡荡 秦小姐 我们换个地方 谈谈合作的事情吧 乔飞烟淡然一笑 啊 好的 乔小姐 秦雪瑶连忙点头 她此刻还有些茫然 今晚的一切 就像是做梦一样 直到现在 她依然觉得有些不真实 一行人离开乔家庄园 来到乔飞烟那栋园林别墅之中 若冰 你帮我招待一下秦小姐 我去换身衣服 会客厅里 乔飞烟说了一句 走出会客厅 走廊尽头的转弯处 乔飞烟静静站在那里 看到林白出来 她便转身消失 林白快步跟上 当乔飞烟推门 走进一间卧室时 林白也闪声扑了进去 乔飞烟疏然转身 一挥手 房门关上 林白探手搂向乔飞烟 乔飞烟却猛然击退 等等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第十八章 看你的胸 亲爱的老婆 我的小烟 就是我啦 你不用再试探了 林白多少有点无奈 这圣女老婆 谨慎得有点过分了 在梦里 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乔飞烟明显在 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语气都有些颤抖 你说 老公 没关系的 一分钟也很厉害了 林白认真看着乔飞烟 老婆 我也知道事情很离奇 但真的是我 嗯 温软的嘴唇 已经堵上了林白的嘴 乔飞烟扑进了林白怀里 热情 甚至还有些疯狂 林白紧紧搂着乔飞烟 恨不得将她揉进自己身体里 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热情 动作不经意中都变得狂野 这不是重逢 而是 势而复得 死 烈博声响起 啊 林白一声痛哼 嘴巴被乔飞烟咬了一口 老公 现在不行 乔飞烟离开林白怀抱 绝美脸庞已经不满红韵 她急促喘息着 身上的长袍已经撕裂 露出几片惊心动魄的雪白肌肤 我的体质 不能这么早浪费了 林白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心里的燥热 她的九位圣女道律都是特殊体质 乔飞烟乃是雷系灵体 而她则是更特殊的天道灵体 她们之间双修能有特殊的效果 特别是第一次双修能让她们突破智骨 嗯 老婆 至少也要等住击的时候 修仙的第一个关键门槛 就是住击 老公 这个世界灵气稀薄 用正常的修炼方式 即便是住击也很难 乔飞烟一脸温柔的看着林白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在梦里修仙千年 但既然一切都是真的 那意味着天结也多半是真的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应对天结 老婆你不用急 时间应该还有很多 你呢 先看能不能联系上她们八个 我会研究一下修炼办法 林白对此倒是并不担心 就算真有天结 也不会这么快来 嗯 我们的关系 暂时先保密吧 乔飞烟轻轻点头 老公 你先出去吧 我换了衣服 就去跟秦雪瑶谈合作的事情 林白点点头 却又忍不住将乔飞烟拉进怀里 老婆 我帮你换衣服 几分钟后 林白终于离开 再不走 她怕控制不住自己 林白没有回会客厅 她来到院子 微微闭着眼睛 感受着四周的一切 而后 她睁眼 轻轻吐了口气 都是真的 林白喃喃自语 语气里是浓浓的满足 真好啊 我喜欢这个事件 身后传来脚步声 林白缓缓转身 便看到苏若冰 正朝这边走来 乔飞烟不在 苏若冰就是江城最吸睛的妞 这不 林白马上就被她的威额高峰吸 真大啊 嗯 她摸过 你看什么 苏若冰一脸恼怒 这死流氓 盯着看一晚上了 哦 看你的胸 林白大大方方承认 语 苏若冰一时得整不会了 随即更为恼怒 林白 你现在可不是病人 再耍流氓 信不信我揍你 信 林白满不在乎 可你打不过我 苏若冰气坏了 这流氓 简直是肆无忌惮 可林白的战斗力 他已经在乔家见识过了 虽然他平时也练拳 但肯定打不过林白 苏医生 你的胸真有问题 里面有东西 林白神情认真起来 你不信的话 去你的医院检查一下 而且 你肯定会被误诊为RU腺癌 嗯 医生会建议你切掉 但是呢 你可千万别真的切了 记得来找我 放心 我没别的想法 纯粹就是为了帮助你未来的男朋友 毕竟 这么好的福利 不能就这样没了 你闭嘴 苏若冰气的翘脸通红 我才不信你的胡说八道 那你要不跟我打个赌 林白耸耸肩 毕竟我逢赌必赢 我不赌博 苏若冰狠狠瞪了林白一眼 转身就走 他已经被林白那眼神盯得受不了 刚走两步 一阵钻心剧痛传来 啊 苏若冰捂着胸 一脸痛苦 身体一歪 顿时就失去平衡 朝地上倒去 第十九章 年都凉了 林白一探手 扶住苏若冰的腰 奇怪 这么快就发作了 林白有点意外 他捏住苏若冰手腕 一缕灵气入体 探查他的状况 好家伙 苏医生 这是有人想让你死啊 林白脸色稍显凝重 把手拿开 我必须马上给你治疗 不然你死定了 不要 苏若冰一脸痛苦 你 你给我打电话 叫救护车 等救护车来 你人都凉了 林白没好气地说道 算了 我不跟你废话 他伸出两根手指 飞快在苏若冰身上点了两下 而后就坐了下来 同时扶着苏若冰坐他腿上 苏若冰一脸羞愤 却不能动弹 也说不出话来 林白脸色稍显凝重 他猛然将苏若冰碗里扶往下一拉 上半截身体 直接彻底暴露在空气之中 我去 林白甩了一下脑袋 又白又大 晃得他有些发晕 但现在 他是真的需要救人 凝神静气 林白两根手指 飞快点在苏若冰身上 足足持续了一分钟之久 他猛然一声嘀喝 出来 猛然一指戳在苏若冰胸前 一只黑色的小虫子 疏然飙出 林白用两根手指夹住 看到没 这东西叫蛊虫 刚刚进入你的心脏 若不是你运气好 再过几分钟 你就会死了 那虫子还在扭动 显然是活的 嘶嘶 林白手指突然冒烟 那蛊虫直接化为灰烬 好了 我会让你恢复正常 你别骂人啊 林白又在苏若冰身上戳了两指 臭流氓 我跟你拼了 苏若冰要疯了 林白猛然将他推开 往后退了几步 那啥 苏大美女 你确定不先把衣服穿好吗 我是不介意的 毕竟真好看 苏若冰回过神来 急忙将礼服拉上 遮住他那火爆身材 好了 冷静一下 你打不过我 你跟我拼命 对我来说 跟头怀送抱没有区别 林白继续开口 你还是想想 是谁想害死你 而且 似乎是刻意想让你 死在这个别墅里 苏若冰胸口急剧起伏 他显然在努力 控制自己的情绪 足足过了一分钟 他才咬牙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懂这些 林白还没说话 他的手机 却在这时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 看着来电 显示的二舅两个字 林白不由地呆了呆 父母过世之后 是二舅白仙贵 将他养大的 他原本打算 忙完今晚的事情 就给二舅打电话 把自己醒来的喜讯 告诉二舅 二舅难道知道 我醒了 林白有些意外 但还是很快接通电话 二舅 啊 电话那头传来惊叫 却是个女孩的声音 你 你是谁 你 是小慧 林白听出了 对方的声音 是二舅的女儿白小慧 小慧 我是你哥呀 林白 你听不出我声音了吗 哥 真 真是你啊 白小慧呜咽起来 你 你醒了吗 你 你快来医院吧 我爸 我爸快不行了 他还挂念着你 所以才让我打你电话 什么 小慧你快告诉我 哪个医院 我马上去 林白脸色骤变 二舅还不到50岁 怎么会快不行了 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苏康医院东城分院 我们在住院部 301 哥 你 你快点 白小慧哽咽着说出地址 电话挂断 林白转身就往外跑 等等 你要去哪 苏若斌一愣 追了上来 苏康医院东城分院 我二就出事了 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 林白语气焦急 我开车送你去 苏若斌停顿一下 又补充一句 那是我家医院 有事我可以帮忙处理 好 林白没有拒绝 两人迅速离开 苏若斌轻车熟路 十几分钟后 就抵达医院 苏若斌还在停车 而林白却已经冲进医院 以最快速度 来到301病房 病房却空无一人 林白顿觉不妙 急忙拨打二就电话 哥 你 你来了吗 电话接通 白小慧在啜气 我 我在住院部一楼侧门外面 他们把我爸扔出来了 呜呜 林白走出一楼侧门的时候 瞬间就闻到漫天臭味 昏黄的灯光下 一排垃圾桶旁边 躺着一个枯瘦的中年男子 正是二就白仙贵 地上 坐着一个满脸无助的少女 正是他表妹白小慧 白小慧正流着眼泪 脸上还有明显的巴掌印 小慧 这怎么回事 林白心里暴怒 这一刻 他想杀人 第二十章 您说了不算 哥 你 你真的醒了 我爸刚昏迷了 白小慧抬起头 看着林白 要是 要是爸还能醒来 他 他一定很开心 这几年 爸一直都挂念着你 林白冷静下来 二就身体要紧 他蹲下身 开始给二就检查 而他脸色很快 也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二就情况有些糟糕 头部重疮 颅内出血 脏气也在衰竭 必须马上治疗 林白输入一丝灵气 到二就体内 暂时缓解脏气的衰竭 而后又在二就脑袋上 轻轻点了两下 控制颅内出血的状况 之后 他就将二就从地上抱了起来 小慧 别担心 我能治好二就 我们先进去 找个干净的地方 林白走进医院侧门 哥 先等等 白小慧一愣 然后急忙爬起跟上来 站住 你们找死吗 前方传来怒喝 两个保安走了过来 这肮脏的臭东西 我们刚扔出去 你还敢送进来 小慧 就是这两个东西 把二就扔出医院的 林白冷冷看着两个保安 同时询问白小慧 没错 就是我们扔的 小子你有意见 一个保安很不耐烦接话 另一个保安也跟着开口 你们交不起手术费 还非要赖在医院 不扔出去 还让他死在我们医院不成 小子 马上给老子滚出去 不然老子对你不客气 林白一脚 将这保安踹飞 你他妈找死 另一个保安举着警棍 就冲了上来 林白又是一脚 这保安同样一声惨叫 倒飞十几米远 重重摔在医院一楼大厅 马爹 小子你死定了 保安还没爬起来 就朝对讲机怒吼 都来一楼大厅 有人倒是 谁敢在我们苏家的医院闹事 怒吓传来 活腻了吗 那是个刚走出电梯的年轻男子 趁衣领带西裤 还烫了头 看上去人模狗样 虽然是晚上 大厅也有些人 此刻也都看了过来 他们也想知道 是谁这么勇 敢在苏家的医院闹事呢 那可是江城三大顶级家族之一的苏家 来这闹事 那不就是活腻了吗 苏绍 您来得正好 一个保安从地上爬起 急忙来到年轻男子旁边 压低声音 就您看上的那个白家小妞 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帮手 还挺能打 小子 是你在闹事 苏绍看着已经走过来的林白 视线很快就转移到旁边的白小慧身上 白小慧 你这是哪里找来个穷鬼呢 怎么仗着能打就以为能救你爸 我早跟你说了 你只要乖乖服侍我 我自然就会给你爸治病 可你非不听啊 现在好了 你爸要死了吧 苏绍看着白小慧 眼里还闪烁着明显的欲望 虽然白小慧不算特别漂亮 但他就喜欢这样的青涩女孩 哥 我们还是走吧 白小慧脸色苍白 他有些紧张地拉着林白胳膊 我们 我们惹不起他们的 我爸已经出事了 你 你可不能再出事了 小慧 没事 我马上解决这个垃圾 林白冷冷看着这所谓的苏绍 而后转头 苏大小剑 这是你家的人吧 是你解决 还是我来动手 小子 你在说什么玩意 那苏绍下意识转头 脸色顿时一变 大 大小剑 苏明哲 你就是这样管理医院呢 苏若冰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任谁都能感觉到他的愤怒 你居然对病人家属图谋不轨 手段如此肮脏龌龊 简直就是败坏我苏家的名声 来人 数十个保安 恰好从楼梯跑了下来 苏明哲被逐出苏家 重保安迅速来到苏明哲身后 但 他们却并没有动手 你们还在等什么 苏若冰冷喝 瞎了你们的狗眼吗 我是苏家 大小剑苏若冰 重保安依然没有反应 大小剑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也知道你是谁 苏明哲却笑了 笑得颇为得意 可惜 我们都很清楚 不认识在苏家 还是这个医院 你说了都不算 你要把我逐出苏家 那得先问问二小姐同不同意 苏明哲转头看向林白 语气里有淡淡的嘲讽 小子 我倒是低估你了 想不到 你居然还能拉来大小姐帮忙 可惜 大小姐也保不了你 她猛然挥手 上 给我废掉这个 在医院闹失的小子 第21章 不止打这点人 随着苏明哲的命令 所有保安气势汹汹 朝林白冲来 大厅看热闹的病人 纷纷躲远 生怕被殃及无辜 谁都觉得 林白肯定完蛋了 然而 下一秒 他们便听到惨叫连连 十几个保安 瞬间全都被林白踢飞 一时间 惊呆了所有人 除了苏若冰 白小慧也看待了 他这位表哥 怎么这么厉害了 小子 你还有点本事 但我警告你 别碰老子 苏明哲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我可是苏家的人 你敢动我 就是跟整个苏家为敌 林白一脚揣在苏明哲当部 这垃圾居然妄图 对白小慧不轨 他自然是不会放过 好痛 王八蛋 老子一定要弄死你 苏明哲双手舞蹈 痛得在地上翻滚 林白又是一脚 咔嚓 踩碎了苏明哲的膝盖 苏明哲的惨叫 戛然而止 却是已经昏迷过去 苏大美女 你能在这里 帮我找来一些银针吧 林白心中的怒火 稍稍消散了一些 没问题 我去拿 苏若冰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 那我先带二舅 回301病房 林白也不多说 他抱着二舅 迅速回到301病房 将二舅重新放回病床上 哥 你 你打了那么多人 会不会有事啊 白小慧一脸不安 没事 你给我今晚可不值打这点人 林白一脸淡定 小慧 你也休息一下 我很快就会治好二舅的 没一会 苏若冰就匆匆赶来 递给林白一盒银针 林白也不再耽误时间 开始给二舅试针 天道十三针 乃是天道诀里记载的一种针法 既能给普通人治病 也能给修仙者疗伤 幸好 他昨晚修炼到了 练气第一层的修为 不然的话 这针法 还没法施展出来 林白运针如飞 又快又准 一旁的苏若冰 眼里闪过一彩 单单是林白这个手法 他就能确定 这人虽然很流氓 但确实懂医术 一分钟后 林白已经扎了上百针 苏若冰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感觉床上的病人 原本枯瘦干瘪的皮肤 像是突然就变得水润了一些 林白试针速度 竖然慢了下来 小心翼翼扎了几针之后 他猛然抽针出来 轻轻吐了口气 神情也变得轻松起来 小慧 他先看到了女儿 小慧 你 你给小白打电话了吗 还是打不通吗 对了 他有个女朋友 你给他女朋友打电话试试 二舅 林白轻轻喊了一声 我在这呢 他心里有几分酸涩 二舅 对他很好 而这些年 二舅为了他 也受了很多苦 白仙贵转过头 猛然作气 小白 你 你 你醒啊 好 好 太好了 白仙贵哽咽起来 那 那我也死而无憾了 二舅 您别瞎说 您还这么年轻 哪里会死 林白连忙说道 爸 哥现在特别厉害 是他把你治好的 白小慧这时开口 他一脸开心 却又忍不住抹泪 喜极而泣 好好 太好了 我是说 我感觉身体一点势都没了 我刚还以为是 回光返照呢 白仙贵更加激动 哈哈 我就知道 小白会有出现 小慧 快 给你妈打电话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白先生 你大病出狱 不要太激动 苏若冰 却在这时开口 我会安排医生 给你再做个全身检查 啊 我觉得我挺好的 不用再检查了 检查挺花钱的 白仙贵连忙摇头 白先生 你的医疗费 我会给你全部免掉 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苏若冰马上补充 二舅 你就去再检查一下吧 这样大家都放心 林白淡淡一笑 他知道苏若冰的意图 无非就是想确认 他的医术而已 那 好吧 白仙贵点头硬承下来 在苏若冰的安排下 很快就有医生护士 前来带白仙贵去做检查 而白小慧不放心 陪着一起去 病房里就只剩下林白和苏若冰 你二舅的事情 很抱歉 但你也看到了 这家医院 其实不是我负责运营的 苏若冰看着林白 现在真正掌管苏家的人 是我堂妹苏玉飞 我也不怕告诉你 不出意外的话 那个下骨想害死我的人 应该就是他 大姐 您这背后说我坏话 不太合适吧 一声轻笑传来 走进一个黑群美女 第二十二章 多摸摸就行了 这黑群美女身材也相当不错 不过比苏若冰还是差了点 梅宇坚跟苏若冰 也隐隐有几分相似 但总体上 容貌也逊色几分 苏玉飞 你好歹也是苏家二小姐 要敢做敢当 下骨害我的人 难道不是你吗 苏若冰冷冷说道 大姐 下骨这种事 那都是电影小说里才有的 您怎么能当真呢 苏玉飞摇摇头 您好歹也是医生 要相信科学啊 不过 听说大姐您 为了个交不起手术费的男人 大闹自家医院 这可不像您的风格呀 苏玉飞转头看着林白 你长得到时还不错 不过 能让我大姐这冰山融化 你应该有什么特长吧 苏二小姐 你这就是没见识了 林白淡淡一笑 要让冰块融化 用手多摸摸冰块就行了 你闭嘴 苏若冰狠狠瞪了林白眼 这臭流氓 太气人了 还多摸摸 不就是说摸了他那里吗 呀 都摸上了 苏玉飞有些惊奇的样子 帅哥你可真有福气啊 我大姐这身材 手感一定很好吧 那是 确实挺好的 让人爱不释手 林白大放承认 苏若冰则很想打人 这死流氓 得了便宜还炫耀 若不是他真的救了他的命 他非要跟他拼命不可 你还真敢承认啊 苏玉飞摇头 林白 我还真挺佩服你的 你就不怕 秦雪瑶知道吗 原来苏二小姐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林白笑容灿烂 我呢 跟你不一样 敢做也敢当 就像你不敢承认下骨 而我呢 可以明确告诉你 如果你等会觉得双腿发麻 站立不稳 再过几小时 你发现自己 已经只能躺床上 甚至会大小便失禁 嗯 不要怀疑 这事儿 就是我干的 林白说话中 已经悄无声息 弹出几道指风 这个苏玉飞 想害死苏若冰也就算了 还想陷害他的金雷圣女老婆 更是让他二舅和表妹在医院如此遭遇 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 你威胁我 苏玉飞冷笑 林白 你以为你今晚在乔家大发神威 我就怕你了 我苏家只是不屑给乔家面子 苏玉飞话没说完 就突然感觉双腿发麻 站立不稳 他脸色巨变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赶紧去求助你背后的高人吧 林白不慌不忙 毕竟 下骨这事儿 也不是你会做的 好 很好 苏玉飞后退了两步 马上有人扶住了他 大姐 你可真找了的好男啊 你们给我等着 走 先送我回家 苏玉飞明显感觉到身体不对劲 很快就带着手下匆匆离开 你刚暗中对苏玉飞做了手脚 苏若冰忍不住询问 对啊 林白点头 暗中整人的手段 我多的是 你 苏若冰咬着牙 你既然这么厉害 那之前 你救我的时候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比如用银针不行吗 哦 也不是不行 但我那会儿也没银针啊 林白随口回答 再说了 就算有银针 我也会用手啊 手感多好啊 你 苏若冰气坏了 林白 我现在相信你会医术 可你这人有没有一点医的 有你这样趁机占病人便宜的吗 苏大美女 要说这一得吧 我肯定比你家医院这些医生好 林白淡淡一笑 再说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虽然会治病 但我根本不是医生好吗 我都不是医生 我要啥医德 林白这理直气壮的模样 让苏若冰气节 你 无耻 苏若冰愤愤地骂了林白一句 转身就走 他没法跟林白 这流氓呆下去了 走到门口 苏若冰停了下来 没有回头 别说我没提醒你 苏若菲的男人也不是好惹的 下骨的人 多半就是他 你最好打听打听 四年前 非烟之所以昏迷 我也一直怀疑 是那个男人动了手脚 说完这话 苏若冰便大步离开 这样吗 林白自言自语 很好 那么 他死定了 不过 他也不急 先安顿好二舅再说 手机这时响起 乃是秦雪瑶打来电话 你人呢 我跟乔小姐谈完了 我在医院 林白简单说了一下二舅的事情 我马上过去 秦雪瑶挂了电话 林白出了病房 准备去找二舅 却看到白小慧正朝这边跑来 哥 不好了 白小慧一脸惊慌 第23章 重新说一遍 怎么了 林白心里一紧 二舅 难道还没治好 哥 是我妈 白小慧跑到林白跟前 稍稍缓了缓 便将事情快速说了出来 而林白也终于弄清楚 二舅受伤的原因 两年前 白小慧考入江城大学之后 二舅和二舅妈 都来了江城上班 夫妻俩在岳湖别墅区工作 二舅是保安 而二舅妈则给人当住家保姆 二舅妈雇主 是个离异带娃的女强人 前些日子 雇主的前夫持刀闯入别墅 而二舅妈就悄悄给二舅发消息求助 最后雇主安然无恙 二舅身受重伤 那前夫已经被抓 原本雇主和物业公司 都与诺会给钱治病 可前几天却突然反悔 雇主和物业公司都声称 二舅只是为了保护二舅妈 这属于私事 跟他们无关 白小慧气不过这事 就在网上发帖曝光 而今天 正在到处借钱的二舅妈 收到雇主消息 说愿意借钱给她 但需要她去签个协议 二舅妈去了 结果却被雇主扣了下来 现在 对方还要求白小慧过去 当面解决这件事 哥 要不你在这里等我爸 我先去找我妈 白小慧一脸焦急 小慧 别急 二舅应该快检查完了 林白深吸一口气 二舅妈暂时应该没事 等慧 我们一起过去 好的 哥 我听你的 白小慧现在觉得 林白简直是无所不能 自然什么都听她的安排 又过了十来分钟 白先贵回到病房 检查基本上做完 她现在很健康 而秦雪瑶 也在这时赶到医院 二舅 我是雪瑶 我们以前通过电话的 秦雪瑶很快也了解到事情变化 您不用担心 我和林白 会解决二舅妈的事情 四人很快离开医院 秦雪瑶开车载着众人 前往越湖别墅区 越湖别墅区 不算是江城最高端的别墅区 但也挺有名气 二舅妈那位雇主叫张娜娜 而约好的见面对点 则是物业办公室 林白他们来到物业办公室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而林白也一眼就看到 二舅妈王贵云 一脸不安地坐在那里 和二舅一样 二舅妈也比真实年龄 更显苍老憔悴 妈 你没事吧 白小慧急忙跑过去 随即又轻声安慰 别担心 哥醒了 现在超厉害 他会帮我们出气的 小白 王贵云此刻也看到了林白 他有些困惑 甚至有点不敢认 林白现在的气质和状态 跟他印象中完全不一样 二舅妈 是我 林白温和一笑 您安心坐着 事情我来解决 他扫了四周一眼 办公室里 站着十来个保安 除此之外 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还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 想必你就是张娜娜了 林白看着少妇 还别说 这少妇虽然长得不算特别漂亮 但身材不错 天生有几分媚态 挺勾人的那种 我二舅为了保护你 差点就死了 你就算不感激 也不至于落井下石吧 林白语气有点冷 你的良心是喂狗了 还是扔你家下水道了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来指责我 张娜娜一脸不屑 还有 我警告你 别在那里胡说八道 明明是王贵云私生活不检点 勾引男人 被白仙贵撞见 跟肩服冲突 啪 林白一巴掌扇在张娜娜脸上 我劝你组织一下语言 重新说一遍 你敢打我 混蛋 从来没人敢打我 张娜娜气急败坏 啪 林白又是一巴掌扇他脸上 这世上 还没有我不敢打的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林白声音冰冷 你最好 马上向我二舅 和二舅妈道歉 这位先生 我是岳湖别墅区物业经理王大发 您现在是在殴打我们的业主 我有权保护业主 那中年男人这时开口 话没说完 他就感觉眼貌惊心 啪 林白反手就是一巴掌 抽在王大发脸上 草 你找死 都给我上 王大发气急败坏 而他一声令下 站着的十来个保安 就都冲了过来 你们住手 别打我外上 白先贵顿时就急了 只是 他马上就呆住了 因为 他刚说完这话 十来个保安 就都已经倒在地上了 小白你 你怎么这么能打 白先贵一时间梦了 小子 你牛逼 你居然敢在 我们王家的地盘闹市 王大发咬牙切齿 你等着 我这就给王少打电话 他一定会弄死你 不用打电话了 我已经来了 冷冷的声音传入 我王自强倒是要看看 谁敢欺负我的女人 第24章 必须有个开门红 一个瘦削青年 走进办公室 他眼里似乎只有张娜娜 快步走到他面前 看到张娜娜脸上的巴掌印 他瞬间暴怒 娜娜 你告诉我 是哪个王八蛋打的你 老子一定弄死他 王自强一边说 一边转头扫尸 而后他就看到林白和秦雪瑶 脸色顿时就是一僵 强哥 就是那个混蛋 张娜娜指着林白 一脸气愤 他好像是那个臭宝安的外甥 那臭宝安的女儿 在网上胡说八道重伤我 这混蛋 居然还来打我 你一定要帮我出气 啪 王自强突然一巴掌 扇在张娜娜脸上 低吼起来 你给我闭嘴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人家救了你和你儿子 那是英雄 我让你好好报答人家 你怎么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强哥 你 你怎么 张娜娜整个人都猛了 他一脸难以置信 更是委屈 可 可这明明是你 啪 王自强又是一巴掌 怒吼起来 你给我住嘴 跪下 你给我跪下 向你的救命恩人道歉 王少 您 王大发也有些猛 啪 王自强顺手又是一巴掌 扇在王大发脸上 你也给老子跪下道歉 马上 是 王少 王大发哭丧着脸 他不敢再多说什么 扑通就朝白仙跪跪了下来 老白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你还不跪 王自强将张娜娜拖了起来 强行将他按在地上 快道歉 是 强哥 我 我知道了 张娜娜战战兢兢 他虽然搞不明白 但此刻也不敢违逆王自强的意思 他看着白仙跪 终于不甘不愿地开口 白宝安 对不起 是 是我错了 您 您就原谅我吧 白仙跪彻底梦了 他完全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白 这 这怎么回事 他转头看着林白 他觉得 事情多半跟他这外甥有关 王自强 我们今晚挺有缘啊 林白语气里 有着淡淡的嘲讽 他其实也有些意外 这王自强 就是今晚欠下他赌债的 百来个人之一 都是我手下的人不懂事 王自强陪着笑脸 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 您看 我这样处理 您可满意 若是您不满意 您告诉我 我保证会让您满意为止 王自强此刻心里 都有种热了狗的感觉 原本今晚在乔家倒了没 他打算来这里 找他的情妇张娜娜发泄一下 张娜娜身上那股骚媚劲 总是能让他忘记烦恼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张娜娜居然得罪了林白 想想林白今晚 对乔三是秦长风的那股很近 王自强压根就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心思 小王啊 你还怪懂事的脸 林白笑容灿烂 既然这样 你欠我的那个亿 现在还了吧 转头看向秦雪瑶 老婆 把他的欠条给我 张娜娜和王大发猛然抬头 难以置信 王自强居然欠人一个亿 白小慧也惊呆了 一个亿 那得是多少钱啊 他哥这么有钱的吗 老公 给你 秦雪瑶却已经从包包里找出欠条 之前那百来张欠条 林白都放在他包里呢 林哥 您 您能不能宽限几天 王自强哭丧着脸 我 我这一时间 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小啊 你这人真是经不起胯 我刚说你懂事呢 林白摇头 这可是 我今天第一次讨债 你这是要让我的第一次 都没有半点美好的记忆吗 秦雪瑶神情古怪 这家伙说话用词 咋就这么不正经呢 什么第一次 听着怪怪的 林哥 我 我这是真没钱啊 您不知道 我家是做房地产的 最近这地产不景气 资金有点跟不上 王自强心里真的苦啊 他要是有钱 怎么会几十万手术费 也想赖掉 若不是 为了赖掉那几十万 他怎么会又惹上林白这疯子 好吧 反正呢 今晚我必须要有个开门红 林白叹气 既然你没有钱 那我就只能来见点血了 小王啊 其实呢 我还是觉得你挺懂事的 所以 你自己选吧 你是想变成残废呢 还是想变成太监 第二十五章 我们还去领证吗 不是 林哥 我们再商量商量 王自强都快哭了 这两个 他都不想啊 有没有人告诉你 其实 太监更长寿 林白一脸认真 我觉得吧 你不如当的太监 这样能少掉很多烦恼 不不不 林哥 我还钱 我马上还钱 王自强快崩溃了 林哥 我真的没现金 但您看这样 我刚好在这里有一栋别墅 是这里的楼王 价值八千万 而且我还花了五千万装修 原本准备过几天就入住 所以 房子很干净 各种东西都很齐全 随时都能入住 我就折价一个亿 用来抵债 林哥 您绝对不吃亏 王自强 你在这糊弄谁呢 秦雪瑶却在这时轻哼一声 你说的是月狐一号吧 那房子我清楚 开盘价确实八千万 可现在 最多值六千万 至于五千万的装修 你实际上最多花了三千万成本 而且 那是按照你喜好装的 你要卖 那还要折价 就这 你还想用来抵一个亿 算你八千万 就已经是让你占便宜了 嗯 我老婆说的对 林白点头赞成 小王啊 你这别数 我就收了 你再给我两千万现金吧 可是 林哥 我 我这真没现金啊 王子强苦着脸 我说你们王家 好歹也是资产几十亿的家族 你咋穷成这样 林白一脸嫌弃 算了 这物业公司 也是你们家的对吧 老婆 你帮我算算 看他这物业公司 值两千万吗 我查查 秦雪瑶拿出手机 查了几分钟 然后得出结论 老公 这物业公司还行 每年倒是能盈利 折价两千万的话 我们稍稍有点亏 但亏得不多 哎 像这种穷鬼讨债 就是麻烦 林白摇头叹气 算了 我就吃点亏 那个小王 办手续吧 把房子还有这物业公司 都转到我二舅名下 好好好 我这就准备合同 王子强擦了擦冷汗 急忙吩咐王大发去处理 小白 你 你刚说啥 白仙贵忍不住开口 你 你要把房子和公司 转我名下 这 这怎么行呢 二舅 这怎么不行呢 这房子 我本来就打算送给你们的 林白笑了笑 至于物业公司 以后你跟二舅妈就是老板 谁曾经欺负过你们 你们就把他们都开除 可是 这么多钱 白仙贵还想说什么 二舅 您就收下吧 我现在不缺钱 林白一脸正色 你和二舅妈 以前为了我 吃了很多苦 我现在有能力了 自然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你们也不用担心公司管理问题 我会让雪妖派 几个人来专门管理 总之呢 以后你们安心当老板收钱就可以了 可这 白仙贵还在犹豫 仙贵 难得小白这孩子有出血 也有良心 你就收下呗 王贵云这是开口 当年多少亲戚笑你傻 你就算不想给自己挣面子 也要给小白把这面子挣回来 让大家知道 你当年做的对啊 白仙贵沉默几秒 然后重重点头 好 小白 那我就收了 不过 我们是一家人 以后你若是需要 我随时都可以还给你 二舅 家里给我留个房间就行 我偶尔也会回来住的 林白微微一笑 好了 小王 先带我们去看房子吧 好嘞 林哥 您跟我来 王自强马上在前面带路 月壶别墅区内有一片月亮湖 月壶一号就在弯月的中间 三面林湖 占地差不多两千平 这个别墅即便是秦雪瑶 都觉得很满意 更不用说白仙贵一家了 更让他们惊喜的是 这里确实已经有人准备入住 什么都有 还都是崭新的 院子里还摆着烧烤架 似乎准备搞露天烧烤 而烧烤的各种食材 居然都在冰箱里 众人晚上其实都没吃饭 现在也都饿了 林白就提议直接来烧烤 当做庆祝 深夜 烤肉飘香 王自强已经离开 手续基本已经办好 还有一些需要明天去补 白仙贵王贵云 在别墅里面上楼下楼 房子看了很多遍 他们依然没看够 哥 你掐我一下 白小辉又跑到林白跟前 他依然觉得自己在做梦 小辉 这都第十下了 这不是做梦 吃个烤翅 林白递给白小辉一串烤翅 谢谢哥 白小辉又跑开了 他进了屋里 不知道跟谁兴奋的打着电话 那个 林白 明天我们还去领证吗 秦雪瑶犹豫了一下 终于开口 第二十六章 开个房庆祝一下 秦大笑花 你刚得到秦家 就要抛弃你守护三年的男友吗 林白一脸惊奇 你这过河拆桥的有点快啊 你明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秦雪瑶有些气恼 你现在这么多钱了 还缺我那一千万吗 还有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乔飞烟 肯定有什么特殊关系 而且 你盯着苏若冰的那眼神 一副要啃他一口的模样 别以为我没发现 我是觉得 你不会想够绑死 你要是还愿意跟我领证 那我们明天就去 秦大笑花 你现在看我的眼神 林白盯着秦雪瑶 秦雪瑶有些迷惑 很快就发现不对劲 这家伙 看哪里呢 你 你看啥呢 秦雪瑶有些羞恼 你说我这眼神 是不是也想啃你一口 林白嘻嘻笑着 不要多想 我当然是 愿意跟你领证的 说起来 亲爱的老婆 我现在其实很穷 这个月的生活费 你能不能献贷给我 你不是有十万现金吗 秦雪瑶有点无语 但还是真的给林白赚了十万零钱 有个会吐金币的老婆 真好啊 林白很满意 来 老婆吃点肉 她递给秦雪瑶一串烤肉 圣女当然是极好的 但这笑花也很好 秦雪瑶曾经可是江城大学所有男生的梦想 现在这梦想近在眼前 她哪有推开的道理 九大圣女都在等着她 这辈子 她注定当不了专情的人 也不想当专情的人 天道自然 天道绝 讲究的也是个随心所欲 普通人或许会做选择 而她堂堂先尊必须全要 修仙路漫漫 唯有保持对美女的热爱 才能抵岁月漫长 喂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跟乔飞烟到底什么关系 秦雪瑶还是忍不住询问 这个事情我没法跟你解释 林白想了想 你可以当我跟她曾经网恋过数千个日夜 不想说就算了 秦雪瑶气呼呼地咬了一口烤肉 林白也很无奈 说网恋她都不信 告诉她是梦恋 她岂不是更不会信 与此同时 岳湖别墅区另一栋别墅里 强哥 那个林白到底什么人啊 张娜娜一脸委屈 你看我这脸都肿了 乔三十都被她给淹了 你被打两巴掌算个啥 王自强美好气地说道 那王八蛋 就是秦雪瑶那个植物人男友 昨天刚醒 今天就他妈开挂了一样 江城百大家族 现在几乎每家都欠她钱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乔飞烟刚刚又传出消息 秦雪瑶是她的合作伙伴 谁攻击秦雪瑶 或者秦雪瑶的男友 就是跟她乔飞烟为敌 王自强一脸烦躁 这事情怎么看都不对劲 乔飞烟像是也在护着 林白那王八蛋 对了 强哥 越狐一后 不是叶二少要的吗 张娜娜有点担忧 现在你给了林白 那怎么向叶二少交代 你瞎说什么呢 王自强一脸不悦 什么叫我给了林白 明明是林白硬抢过去的 我不同意 还被那王八蛋揍了一顿 好了 娜娜 之前我打了你两巴掌 现在你打回来吧 用力删我 那 强哥 你忍着点 张娜娜明白王自强的计划 然后就是一巴掌删出 用力 再用力点 继续啊 使劲 这个晚上 江城上流社会暗流涌动 林白乃是最热的那个名字 林白和秦雪瑶都一晚没睡 白仙贵一家三口 也都兴奋的整晚没睡觉 早上八点多 秦雪瑶打了几个电话 安排人来处理别墅过户 和物业公司的管理 随后 他就开车带着林白 把结婚证给领了 看着手里的结婚证 秦雪瑶有些恍惚 他一方面觉得 自己有点草率 另一方面 却似乎又觉得 自己可能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老婆 你说 我们都结婚了 要不要去开个房庆祝一下 林白一脸认真的询问 秦雪瑶回过神来 给了林白一个大大的白眼 你不是说 赔税要加钱吗 我现在穷 没钱 其实这个也不是不能商量嘛 比如我有个建议 第一次呢 给一块钱就行 第二次就两块 第三次四块 总之每多一次就翻倍 其实也没几个钱 林白嘻嘻笑着 你会有谁呢 你忘了我是天才吗 秦雪瑶很无语 不跟你瞎扯了 我要去秦氏集团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你若是愿意 我可以给你在秦氏集团 安排份工作 林白还没说话 叮咚 手机响了 第二十七章 恭喜老公 你结婚了 恭喜林白康复出院 at林白 居然是曹军在大学同学群里 at他 这傻逼搞什么 林白自言自语 然后看向秦雪瑶 我先不去了 你把那些欠条都给我 我晚点去讨战 嗯 那也行 秦雪瑶从包里 拿出所有欠条 交给林白 而后他就开车离开 林白真醒了吗 真的假的 曹军你哪里得来的消息 哥们 你真醒了 回个话 at林白 看来林白车祸昏迷这事 大家都是知道的 林白终于也发了条消息 曹军你不是双手都断了吗 你这是用你的猪脑子意念打字 卧槽 林白你真醒了 恭喜恭喜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牛逼 恭喜林白 祝福林白 一时间群里很热闹 甚至还有人特意发了红包 倒是曹军 没有再发过消息 这傻逼是在给人通风报信吧 林白隐隐明白曹军的意图 看来 这个同学群里 多半还有他的敌人 哥们 你现在情况咋样 能出来吗 有人私聊发来消息 乃是他大学室有胡平安 你要身体允许 我组个局 今晚我们聚聚 庆祝你康复 可以的 我身体很好 林白没有拒绝 胡平安跟他关系还挺不错 当年挺照顾他 那这么说定了 晚点我给你发地址 我们见面再聊 好 群里还有人在聊天 林白瞄了几眼 就懒得再看 略一思索 林白拨通了乔飞烟的电话 老婆 你有江城各大家族的详细资料吗 我打算去讨债 先了解一下 有的 老公你稍等 我马上给你发一份 乔飞烟声音轻柔 对了 恭喜老公你结婚了 老婆你消息可真灵通啊 林白有点感慨 他并没有解释 他和乔飞烟之间 也不需要解释 好了 老公 资料给你发过去了 我先挂电话了 乔飞烟很快挂了电话 而林白也打开资料 开始查看 资料过于详细 以至于林白足足看了一小时 嗯 先去范生堂 林白选好目标 范家 江城八大一流家族之一 旗下范生堂 乃是江城著名中医诊所 林白打了个车 来到范生堂总店 范家家主范仲景 平日就在这里坐诊 范仲景在江城声名赫赫 有江城要往美誉 范家有今日地位财富 全靠范仲景一己之力 我去 这么长的队 林白一下车 就发现范生堂门口 排着上百人的长队 他也懒得管太多 禁止朝里面走去 哎 你站住 保安马上拦住林白 后面排队去 我来讨债的 排什么队 林白不耐烦 他看了里面一眼 直接抬高声音 范老头 你孙子范志明欠我一个亿 你就回个话 愿不愿意替他还 你不愿意就职一生 我直接去找范志明 四周瞬间哗然 这谁啊 大呼小叫的 一点礼貌都没有 小子 有你这么跟药王说话的吗 你压叫什么呢 别耽误我们看病 排队的众人都很不满 都给我闭嘴 林白一脸不爽 知道你们为啥会有病吗 就是你们喜欢多管闲事 这位小友 你应该就是林白吧 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随即走出一个唐庄老人 鹤发童颜 精神绝朔 气度不凡 正是江城药王犯重景 我那不成气的孙儿 和你的赌约 我认了 不过 一亿现金不是小数目 这些药材 林白递给范仲景一张清单 你按照这个清单 给我药材就行 范仲景接过清单 多谢小友 我这就让人安排 小友放心 我保证给你最好的品质 按照成本价核算 若是还不够抵债的话 我再补给小友现金 老头你倒是挺爽快 林白很满意 既然这样 那我免费告诉你一件事 你脑子里长了东西 赶紧想办法弄掉吧 不然你也快死了 范仲景脸色大变 小友 请您随我入内 范仲景引着林白 进入诊所内部 来到一个房间 四下无人 范仲景突然就跪了下来 恳请高人 救我范仲 看你这意思 你知道有人在你脑袋里下了骨 林白有些意外 第28章 我就杀你老婆 是的 林先生 是苏家那位坠婿 命不二 范仲景颇为愤怒 他给我下骨 逼我救范 要我将整个范仲的产业 都交给苏玉飞 我 我私下找了很多人帮忙 都无法解决这条骨 但您一眼 就能看出问题 您一定有办法解决吧 范仲景此刻看着林白 神情恭敬 满是稀奇 又是这小子 林白微微皱眉 这王八蛋 到处伸手啊 刚刚乔飞烟给他的资料里 也有苏家的资料 所以他对宁波二 也有了一些了解 宁波二在五年前入坠苏家 成为苏宇飞的丈夫 明面上是 不入流的豪门坠婿 实际上 却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能力 你先起来吧 林白看着范仲景 区区骨竹而已 不入流的东西 我自是能解决的 拿一盒银针过来 我先帮你搞定 谢谢林先生 范仲景颇为激动 他急忙起身 然后从抽屉底层 拿出一个木盒 林先生 这是我珍藏的特制银针 您拿去用吧 林白也不废话 拿起一根银针 直接给范仲景驱骨 对他来说 驱骨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 不到一分钟 一条蛊虫 就顺着银针而出 随后在银针上化为灰烬 好了 谢谢林先生救命之恩 范仲景再次跪下行李 行了 不要动不动下跪 我救你呢 一是因为不爽 那个宁不二 其次呢 是想让你给我办点事 林白白白手 我以后还会需要很多药材 你出面帮我收购 会合适一点 清单上的那些药材 你尽快准备 然后给我送到月湖一号别墅 是 林先生 范仲景一脸恭敬 老朽以及范家 愿为先生笑 全马之劳 先这么说吧 我去挥挥宁不二 林白转身就走 这个宁不二 留着是个祸害 早点解决比较好 林先生 您慢走 范仲景将林白送出范生堂 那恭敬客气的姿态 惊呆了排队的所有人 谁说欠债的是大爷来着 这讨债的才是真大爷 林白刚刚坐上出租车 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林白 你敢动我老婆 我就杀你老婆 阴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去给秦雪瑶收尸吧 记住 我是宁不二 说一不二的宁不二 电话挂断 林白猛然从兜里 掏出一把现金 递给司机 师傅 以最快速度去秦氏大厦 这些钱都是你的 好嘞 出租车狂飙出 秦氏大厦乃是一栋 三十多层高的写字楼 也是秦家产业之一 最上面两层 乃是秦氏集团办公地 其他楼层出租 此刻 顶层 总裁办公室 秦雪瑶看着刚刚从轮椅上 站起的秦长风 一脸震惊 你 你腿又治好了 秦雪瑶 你很失望是不是 秦长风咬牙切齿 我好歹是你弟弟 你看到我腿好了 居然这么个表情 秦长风 都什么时候了 就别跟我装什么姐弟秦粪了 秦雪瑶语气里有明显的嘲讽 说吧 你来有什么事 要钱的话 没有 好 秦长风朝秦雪瑶走近一步 既然你六亲不认 那就别怪我了 寒光一闪 秦长风手上出现一把弹簧刀 刀刃猛然弹出 秦长风眼里满是狠力 直接就朝秦雪瑶刺了过来 啊 秦雪瑶惊呼急忙躲避 同时大喊 来人 你喊个屁 秦氏集团的安保 可是我负责的 没人会进来 秦长风朝秦雪瑶追来 他双腿明显并不灵活 加上办公室挺大 倒是给了秦雪瑶更多生机 秦长风 你别发疯 秦雪瑶声音急切 你就算杀了我 你也拿不到秦家的财产 我已经跟林白领证结婚 到时候秦家大部分钱都是林白的 你也不想这样吧 你别不信 你看 这就是结婚证 秦雪瑶顺手拿出结婚证 而秦长风果然就停止了攻击 秦长风 我可以写一桌 如果我死了 所有财产都给你 秦雪瑶马上又抛出一个秦长风 无法拒绝的诱惑 秦雪瑶 你想拖延时间是吧 秦长风冷笑 你以为林白那香巴佬能来救你 行 我让你写一桌 秦雪瑶松了口气 只要慢慢拖延 总有机会求助 你先收起刀子 秦雪瑶走向办公桌 去拿纸笔 啊 剧痛突然传来 秦长风手里的弹簧刀 狠狠扎进了他的心脏 第二十九章 报个地址 我来杀你 秦长风 你 你居然 秦雪瑶想不通 他判断居然失误了 而付出的代价 就是生命 秦雪瑶 你自以为聪明 可你 只不过是个蠢货 秦长风冷笑 你和林白今天都会死 等你们都死了 谁在乎你的遗嘱 我们秦家的东西 林白那香巴佬 一分也抢不走 秦长风一脸残忍 别急 林白那废物 很快就会去陪你的 说话中 秦长风猛然抽出弹簧刀 转身就走 秦雪瑶捂住胸口 缓缓倒地 意识开始模糊 不 居然死在秦长风 这种废柴手里 秦雪瑶难难低语 真 真窝囊啊 他为自己不值 可惜 这次是真的要死了 我才刚结婚呢 秦雪瑶彻底失去意识之前 心里有一丝不甘心 而那一瞬 他脑海里 不自觉出现林白的身影 林白恰在此刻 冲进了秦雪瑶的办公室 他闪身来到秦雪瑶旁边 抓住他的手腕 灵气输入他体内 迅速探查他的状况 而后 他就拿出银针 迅速给秦雪瑶试针 天道十三针 可生死人肉白骨 也可让破碎金丹恢复 甚至能修复神魂 虽然他现在灵力不足 但只好秦雪瑶依然不难 等林白收针时 已经是三分钟之后 秦雪瑶眉眸轻轻睁开 林白 你 你这么快也死了吗 秦雪瑶呆了呆 他从地上坐起 看到熟悉的办公室 等等 我 我没死 他下意识低头 用手摸了摸左胸 那股剧痛 记忆犹新 但用手摸着 却已经毫无感觉 老婆你还好着呢 就是我们的儿子 差点就只能吃奶粉了 林白看着很淡定 心态却已经快炸了 靠 这美女笑花 她刚骗到手 还没来得及睡 差点就没了 今天不弄死命不二 她就不姓林 我才不给你生儿子 秦雪瑶翘脸飞红 我 我去洗个澡先 她身上还有血迹 好在这里能洗澡 也能换衣服 秦雪瑶足足洗了半小时才出来 主要是为了平复 差点死去的那种后怕感 老婆 咱女儿的奶粉储藏室 没有损坏吧 林白一脸认真询问 没有留下疤痕吧 你这人 秦雪瑶有些气恼 她刚刚差点死了 这家伙最关心的 居然是这 她狠狠瞪了林白一眼 没有疤了 其实她刚刚也担心这个问题 特意看了看 那就好那就好 我还没吃到呢 林白一副放下心癌的样子 我们先下去 林白带着秦雪瑶下楼 而秦氏集团的人 似乎根本不知道 总裁办公室里发生过惊天变故 下楼的时候 秦雪瑶也将当时的情况 告诉了林白 老婆 你先跟乔飞烟待一起 她能保护你的安全 路边停着几辆车 其中一辆 车窗落下 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俏脸 正是乔飞烟 秦雪瑶刚刚洗澡的时候 林白给乔飞烟打了电话 嗯 你小心点 我看秦长峰那话的意思 多半是有陷阱等着你 秦雪瑶语气里有几分关切 她知道林白要去找秦长峰算账 秦雪瑶很快坐上乔飞烟的车子离开 林白脸上笑容消失 变得冷肃起来 该去杀人了 她拿起手机 直接拨通宁博二的电话 报个地址 我来杀你 很好 我就喜欢你的干脆 宁博二声音依然阴冷 我在暗龙堂等你 不见不散 电话直接挂断 林白皱眉 暗龙堂在哪 乔飞烟给她的资料里 并没有提到暗龙堂 林白来到路边 准备打个出租车 一辆奔驰大G 在她旁边停下 却是苏若冰 林白直接拉开车门 坐进副驾驶 苏大美女 知道暗龙堂在哪吗 林白肆无忌惮 欣赏着苏若冰的身材 安全带真是个伟大的发明 太会绑了 你要去暗龙堂 苏若冰促眉 那地方是放高利贷的 你现在也不缺钱 去那干嘛 去杀宁博尔 林白也不隐瞒 他在那等着我呢 林博尔回江城了 苏若冰脸色一变 他昨晚明明跟苏玉飞走了 等等 糟糕 他猛然一踩油门 车子飙了出去 第三十张 带上你就可以了 你这不是带我去暗龙堂吗 林白有点迷惑 不是 我们先去医院 就是你住过院的那里 苏若冰语速飞快 我爸妈今天突然不舒服 正在医院检查身体 飞烟说 你有办法防止被人下骨 我本来因为这是来找你的 昨晚苏玉飞发病之后 宁博尔带着他去天海治疗 我以为他不在江城 可你说他回来了 那我爸妈多半是被他做了手脚 你先帮我去看看 苏大美女 你爸妈既然现在还没死 那暂时就不会死 林白摇头 你先送我去暗龙堂 等我干掉宁博尔 再去看你爸妈 不然我就一个人去暗龙堂了 你干嘛这么急着 去杀宁博尔 苏若冰放慢了车速 宁博尔刚刚差点杀了我老婆 林白平静回答 什么 苏若冰一个刹车 秦雪瑶 不然呢 如果算上你 那就差点杀了我两个老婆 林白随口说道 如果乔非烟的昏迷 也是宁博尔做的 那就是三个 这仇大了 宁博尔必须死 你胡说什么 我不是你这流氓的老婆 苏若冰有些羞恼 而后又一踩油门 车子驶过十字路口 很快转向 我先送你去暗龙堂 江城有三个地下组织 暗龙堂主要是放高利贷 尹凤堂主要搞黄色交易 黑虎堂则什么都做 收高利贷需要很多打手 所以论战斗力 应该是暗龙堂最强 这是苏若冰告诉林白的信息 而他此刻 已经将车子 停在暗龙大厦外面 暗龙大厦 就是暗龙堂总部 只有九层楼 没有电梯 你确定要一个人进去 苏若冰看着林白 里面至少几百人 甚至可能上千人 你一个人能打得过吗 一个人不行 带上你就可以了 林白开门下车 走吧 苏大美女 我们一起进去 你脑子有病吧 苏若冰忍无可忍 我要是很能打 我早打死你了 你带着我进去 那就是带个雷坠 我在车上等你 苏大美女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自己下车 跟我走进去 或者 我帮你进去 林白一脸认真 我很忙 别耽误我时间 苏若冰气的兵都要化了 却还是只能乖乖下车 你非要我进去做什么 他还是想不明白 你在外面 而且我希望你能亲眼看到 我大发神威的帅气英姿 这样你就会爱上我 哦 苏大美女 我不认识宁波 等会你提醒我一下 苏若冰暗自咬牙 这臭流氓 太能胡说八道了 他现在有点后悔 根本不该来找林白的 站住 来干什么的 大厦门口 传来呵斥 呦 这牛好看 胸好大 也马上就有人盯上苏若冰 可惜才说几个字 就是一声惨叫 林白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动手 你压找死 啊 马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嗯 赶来暗龙堂闹事 小子你死定了 啊 呵斥总是搭配着惨叫 林白已经走进暗龙大厦 每个出现在他视线里的人 都被他直接放倒 不是断手就是断腿 又或者手脚都断 苏若冰刚开始 还是有点担心林白的 毕竟暗龙堂的人太多了 只是 几分钟后 他就觉得自己有病 他担心这狗男人做啥 这狗男人 不光对他耍流氓 还特别能打 才三分钟 就已经打到三楼了 而且看起来 他是一点也不费力 十分钟后 两人已经顺利来到酒楼 苏若冰已经有点麻木了 他只是怎么都想不通 这流氓 看着明明有点瘦 还当了三年植物人 是怎么会变得这么能打的 精英变异了吗 小子 你就是林白 红中般的声音传来 果然有点本事 听说你得罪了江城百大家族 不得不说 你小子胆量还真大 整个酒楼 就是个没有分割的空间 此刻 分外空旷 一张沙发摆在中间 沙发上 一个光着膀子的纹身男 翘着二郎腿 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暗龙堂的老大 暗龙 暗龙缓缓站起 小子 我给你一个选择 交出你手里的百亿欠条 顺便将你旁边这个妞线给我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第三十一张 你就真的爽到死 行了 我最烦你这种装逼的人 林白走向暗龙 我也给你一个选择 告诉我 宁不二在哪 我就只打断你的腿 你小心点 听说暗龙很能打 以前打过黑拳的 苏若冰忍不住提醒一句 小妙 你倒是有点见识 暗龙颇有几分得意 等我弄死这小子 我就让你爽死 额 林白一脚踹在暗龙肚子上 暗龙那壮硕的身体 飞出十几米 重重摔在地上 林白闪身来到暗龙面前 一脚踩在暗龙裤装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宁不二在哪 林白声音冰冷 不然我这一脚下去 你就真的爽到死 我 我不知道 暗龙惨叫起来 却是林白已经开始用力往下踩 别 大哥您别踩了 我真不知道 宁不二只是让我解决你 还说江城百大家族会一起 给我一个亿的酬劳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 暗龙的惨叫戛然而止 昏迷过去 江城又多了的太监 我高估宁不二这个垃圾了 居然不敢出现 林白很不爽 林白 你这种废物相巴了 没有资格让你神医出现 门外传来咬牙切齿的声音 老子就可以弄死你了 无数脚步声跟着传来 上百魁梧大汉涌入 每个人都手持武器 将林白和苏若冰 团团围在中间 秦长峰分开人群 走了进来 他用仇恨的眼神看着林白 语气里又有些嫉妒 林白 你这该死的小白脸 居然又勾搭上了苏若冰 秦长峰 你再无言会语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苏若冰冷冷说道 苏若冰 你别在老子面前 摆你苏大小姐的架子 秦长峰冷笑一声 你跟秦雪瑶那个贱人一样 平时多清高 都他妈装唇 等我弄死林白这个乡八老 看老子怎么玩你 林白一脚揣在秦长峰裤裆 又制造出一个太监 草 林白你这王八蛋 上 都给我上 弄死他 马上弄死他 秦长峰倒在地上 愤怒大吼 那些魁梧大汉冲向林白 秦长峰那痛苦的脸蛋 此刻更显争鸣 林白你个废物 这都是你自找的 好好当你的植物人不好吗 既然你想死 老子就送你跟秦雪瑶团聚 你他妈以为自己 很能打了不起吗 这可是暗龙堂 108金牌打手 即便是暗龙 也最多能以一敌十 秦长峰 你鬼叫的时候 能不能看看 苏若冰忍无可忍 他现在甚至有点同情秦长峰 这人痛的眼睛都瞎了吧 苏若冰 你别急着叫 老子等会就让你叫 啊 秦长峰又是一声惨叫 却是苏若冰踹了他一脚 苏若冰这两天 正被林白调戏的不爽呢 他打不赢林白 还打不了秦长峰 不 这不可能 秦长峰此刻却终于看清楚战况 他难以置信 甚至都短暂忘记了身体的痛楚 他们可是金牌打手 怎么会 秦长峰不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这些金牌打手 怎么都跟他一样 全躺地上了 林白却已经走到秦长峰面前 居高临下看着他 哈哈 林白你个废物 你能打又怎么样 你还不是救不了秦雪瑶 秦长峰却病态大笑起来 你知道 老子一刀捅进他心脏的时候 那感觉多爽吗 哈哈哈哈 林白一脚踩在秦长峰膝盖 让你失望了 雪瑶现在活得好好的 而你 则会生不如死 林白将秦长峰膝盖踩得咔咔响 知道你为什么还能走路吗 当 当然是宁神医 治好了我 秦长峰咬着牙 林白 你别得意 在宁神医面前 你狗屁都不是 神医 林白一脸嘲讽 这么个专门下骨害人的不入流东西 在你眼里 居然还成神医了 那我就让你看看 你口中的宁神医 对你做的好事 林白一开脚 然后猛然扯掉秦长峰半截裤子 让秦长峰的膝盖露了出来 啊 苏若冰低声惊呼 下意识往后退了退 那 那是骨 秦长峰的膝盖上 几条有些恶心的虫子 在那爬动 而且 看上去正在吞噬秦长峰膝盖的皮肉 我的腿 我的腿怎么了 秦长峰一脸惊恐 他猛然摸出手机 拨出一个电话 宁神医 救我 快救我 林白很满意 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但 下一秒 他突然有种很不妙的预感 那是一种骨子里的危机感 轰轰 剧烈的爆炸声猛然响起 第32章 就凭我比你强 爆炸连绵不绝 足足持续了三分钟之久 整个暗龙大厦 化为一片废墟 似乎所有的肮脏 都被掩埋进去 此刻 暗龙大厦几十米外的花丛里 你还不放开我 苏若冰休脑不已 刚刚千军一发之际 林白搂着他 直接跳下酒楼 而后滚入这个花丛之中 苏若冰毫发无损 只是 此刻林白躺在地上 而他则趴在林白身上 这姿势过于轻易 这也就算了 林白一只手搂着他腰 另一只手更是很不老实 都在摸他腿了 苏若冰在心里骂林白 这狗男人 差点被炸死了 都还不忘占便宜 大冰冰 你可真大 林白却在感慨 只是现在苏若冰也不知道 这狗男人说他哪里大 因为他那手 都摸到他屁股了 说正事 大冰冰啊 你得发挥一下眼界 宁博尔肯定在监视着这脸 你得把他引出来 嗯 你听我说 等会儿你这样 两分钟后 苏若冰从花丛里爬起 衣衫凌乱 灰头涂脸 他亮亮呛呛 跑向自己的车子 心里又把林白 咒骂了一万遍 这臭流氓 说是要把他的样子 弄得狼狈点 刚又在他身上一阵乱摸 骂归骂 但他还是决定 配合林白的计划 宁博尔这种穷凶极恶的东西 必须解决掉 不然 他全家都会遭殃 苏若冰很快来到自己 那辆奔驰大聚旁边 上车之后 并没有马上开车离开 而是开始打电话 足足打了十来分钟的电话 他才似乎从惊恐中恢复过来 启动车子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两辆车一前一后 快速驶了过来 将苏若冰的奔驰堵住 七八个大汉下车 将苏若冰的车子围住 最后 一个白皙阴柔的年轻男子 也从车里下来 苏若冰都说红颜薄命 没想到 你这命还挺大 阴柔男子摇头叹气 既然这样 那我还是得亲手送你上路了 宁博尔 你这样胡作非为肆意滥杀 就不怕遭报应吗 苏若冰声音冷漠 他并没有惊慌 反倒还有点佩服林白 居然真的被他撂到了 宁博尔居然真出现了 苏若冰 你也是出自豪门 怎么会说如此愚蠢的话呢 宁博尔摇摇头 我们这些所谓上流社会的人 谁真的干净 再说了 暗龙堂私藏炸弹 意外引爆 那都是他们旧游自取 何况 暗龙堂的人 坏事做绝 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家庭 即便传出事情是我做的 江城上下 都得尊称我一生宁神医 毕竟 我这是为民除害 宁博尔 你可真够无耻的 苏若冰冷冷说道 心里却有些气恼 那狗男人 怎么还不出来 苏若冰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是个好医生 宁博尔语气里有淡淡的嘲讽 可惜 别人眼里 你最吸引人的地方 依然是你的胸 而你看不起的我 则是江城无数人追捧的神医 你知道 这五年里 江城有多少人被我治过病吗 就你和林白这种拉姐 凭什么跟我斗 就凭 我比你强 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一道人影疏然出现 围着车子的那几个大汉 无声无息倒下 林白身形定住 同时挥手 两根银针飞出 一根扎进宁博尔心脏 另一根则扎进宁博尔的脑袋 就你 还神医 林白一脸激愁 有一言吗 你居然没死 你 你明明没有任何背景 宁博尔眼里满事不甘 怎么 怎么会这么强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真正有实力的人 不需要任何背景 林白一挥手 两根银针回到他手里 我 只会是别人的背景 你 你居然真 真敢杀我 宁博尔捂着心脏 我 我不甘心 我明明已经快控制整个江城了 宁 宁家不会放过你 声音戛然而止 宁博尔无声无息倒下 他 他真死了 苏若冰下了车 你要不信 就去摸两下 林白随口说道 不过 大冰冰啊 你摸他不如摸我 我手感比较好 咦 林白突然蹲下身 开始仔细检查宁博尔的尸体 苏若冰脑子里冒出个古怪的念头 这流氓是不是变态 难道觉得宁博尔手感比他好 呀呸 他都想啥乱七八糟的玩意 林白却在这时抬头 大冰冰啊 你确定 宁博尔是苏与飞的男人 他此刻很迷惑 这个宁博尔 不对劲啊 第三十三章 我可以跟你生八个 废话 当然确定了 苏若冰没好气的接话 苏与飞还给他生了儿子 这也是苏与飞在我们苏家更得势的原因之一 他已经给苏家传宗接代了 而我却连男朋友都没有 居然还生了儿子 林白自言自语 这事情 就真有点意思了 你闭嘴 苏若冰又想打人 随即催促道 快走吧 刚刚这么大动静 很快就会有人来的 嗯 大冰冰你先走 我处理一下 林白回答道 苏若冰很快开车离开 而林白稍稍处理了一下现场 便也跟着离开 没一会 他就看到苏若冰的车 还在前面慢腾腾的开着 显然是在等他 林白重新上了苏若冰的车子 你刚刚那些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苏若冰忍不住询问 宁博尔 难道不是苏与菲的男人 宁博尔的身体有问题 他根本就不行 林白也如实说出 苏与菲的儿子 肯定不是他的 现在的问题是 苏与菲真正的男人 到底是谁 苏若冰猛然一个刹车 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一直以为 宁博尔和苏与菲还挺恩爱的 手机铃声将苏若冰惊醒 妈 是我 行 那 那好吧 你们注意身体 苏若冰挂断电话 看着林白 我爸妈检查完身体 没发现问题 他们暂时也没觉得不舒服 说是回家了 你准备去哪 我可以送你 显然 苏若冰不打算 带林白去见父母了 大冰冰 宁不二嘎掉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林白一脸认真 要不 我们去开个房 你 苏若冰狠狠瞪着林白 你下车 大冰冰我觉得 你这人心思不纯洁啊 开房也可以纯粹的吃饭嘛 林白叹气 顺便打打麻将 打打扑克什么的 就是玩玩嘛 苏若冰一推车门 他自己下车了 嗯 看来大冰冰不喜欢开房吃饭 林白终于也下了车 而苏若冰则马上又上车 然后一脚油门就飙走了 唉 不能操之过急啊 林白叹气 乔飞烟不能睡 秦雪瑶现在也不给睡 苏若冰一时间也睡不到 可怜他都单身25年了 啥时候才能当个真的男人 手机响了起来 却是范仲景打来电话 药材已经送到月湖一号 但家里现在没人 林白打了个车 赶回月湖一号 二舅一家依然没回来 而范仲景带领一群人 依然在等候着 都搬进来吧 林白指挥众人 把一大车药材 全都搬到后面院子 堆在屋檐下 林先生 这些药材总共值5000万 这张卡里有5000万现金 范仲景递给林白一张银行卡 算了 先留你那里 等会我发给你一个清单 你继续帮我买药材 林白没有接银行卡 你先走吧 我要忙了 好的 林先生 那我先倒退 范仲景很快带人离开 林白看着这一堆药材 开始思索起来 这个世界灵气稀薄 想加快修炼速度 只能依靠丹药和零食 还有就是双修 双修要留在关键时刻 而这个世界有没零食 他还不能确定 目前唯一适合操作的 就是炼丹 不过 他现在修为很低 也只能勉强炼制最低等级的普通丹药 但也聊胜于无霸 你是想炼丹吗 温婉动人的声音 疏然响起 林白一愣 怎么还有人 回头看去 不远处 一个年轻美女 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这美女长了一张 国泰民安的脸蛋 一头齐而短发 配着一身青花瓷旗袍 身段窑窍 气质端庄 其实论容貌身材 她相比秦雪瑶苏若冰 都稍逊一分 但她身上 这股大家闺秀的古典气质 却也是别人不具备的 我是范琪琪 范仲景的女儿 端庄美女自我介绍 我对各种类型的古董 都很感兴趣 我见过一些古代丹方 有些关键药材 你买了很多 哦 你就是范仲景 那个三十多岁 也没出嫁的小女儿啊 范家树袋丹传 范仲景生下大儿子之后 就继续生 却没想到 之后连生了七个女儿 而她大儿子 现在也依然只有个儿子 大概就是天命如此吧 我刚好三十 没有三十多 范琪琪纠正了一下 你需要炼丹炉吗 第34章 你是不是太暴躁了一点 你有炼丹炉 林白有些意外 其实她现在倒也不是 急需炼丹炉 目前她能炼制的丹药 随便找个锅都能弄 但以后要炼制高品质的丹药 那肯定是 需要好炼丹炉的 天宝阁有个古董 看着很像是炼丹炉 我一直想买怪试着炼丹 可天宝阁不愿意卖给我 范琪七戏说缘由 天宝阁是段家的产业 段家大少爷段云伯 一直打我主意 所以故意为难我 但是段云伯也欠你一意 嗯 我懂了 你带路吧 我们去天宝阁 林白决定再去讨个债 现在快中午了 不如我先请你吃个饭 范琪七提议道 嗯 也行 林白也不急 两人来到前门 范琪七拉开一辆奥迪 林先生 请上车 林白正准备上车 却发现一辆兵力 快速行驶过来停下 车门打开 先是下来一个打扮 分外性感的女人 长得不比范琪七差 更多几分妩媚 而且 林白还觉得 她有点眼熟 跟着下来一个年轻男人 高大帅气 气度不凡 她视线一扫 却先落在范琪七身上 范琪小姐 这要求 你也在 高大男子微微一笑 叶二少 威尔小姐 范琪七脸色稍稍变了变 但还是很客气地打了招呼 威尔 林白顿时就想起 那是个明星 她昏迷前就已经挺有名了 老公 这房子已经被别人住了 威尔搂着叶二少 嘟着小嘴 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没事 宝贝 我来处理 叶二少拍了拍威尔小屯 而后 她转头看向林白 我是叶家的叶成峰 月胡一号 原本是我准备送给威尔的生日礼物 王自强告诉我 是你抢了这别墅 其实 我知道他在糊弄我 我呢 也让他承受了代价 但这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你住了威尔的别墅 而威尔不高兴了 我呢 必须让威尔高兴 叶成峰朝林白走进了两步 我是很讲道理的人 只要你能想出让威尔高兴的办法 这事 我就不追究了 怎么 你满足不了他 想让我帮忙吗 林白一脸嫌弃 抱歉 虽然我当年也算是威尔的半个球迷 可我现在很挑剔 别人睡过的妞 再漂亮 我都不要 林白 你是真想死吗 叶成峰脸色瞬间铁青 身上散发出浓浓的杀气 我再说一次 我是叶成峰 江城叶家的二少爷叶成峰 你最好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再想想 怎么博取威尔的原谅 呃 林白一脚踹在叶成峰肚子上 急忙过去拉叶成峰 傻叉玩意儿 在我面前摆什么臭架子 林白已经开骂 我得罪的人多了 不怕多你一个 你的牛心情不好 你自己去哄就是 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 给我滚远点 不然吓死我一脚 把你变成太监 好 很好 叶成峰牙齿咬得咯咯响响 林白 你他妈牛逼 弯 我们走 叶成峰用怨毒的眼神 看了林白一眼 然后忍痛上车离去 那个 林先生 你是不是太暴躁了一点 范七七忍不住开口 好像是 火气有点大啊 林白叹气 大概是有点欲求不满吧 梦里千年 九大圣女整天求赔睡 她脑子里满是跟他们一起的那些清晰场面 可回到现实 她却还是个楚男 林白觉得自己太难了 这么下去 她可能会越来越暴躁的 范七七欲言又止 算了 还是去吃饭吧 林白继续叹气 七七美女 你还敢跟我去吃饭吗 你那位叶二少的作风 我就算现在跟林先生切割 也没什么用处 范七七甜淡一笑 不过我跟叶大少也算是朋友 所以林先生 你也不必为我担心 请上车吧 我们先吃饭 半小时后 范七七和林白并肩走进古运阁 这是我开的店 主打古风古运 范七七带着林白走进一个包间 古代的装潢器具 食谱单方等等 我都会研究 七七 不是我说你啊 声音从门口传来 你啊 不要老盯着古代 你要看看现在 看看未来 只有这样 你才不会犯此刻的错误 你怎么还敢跟林白一起吃饭 第35章 又菜又爱玩 进门的是个花衬衫男子 长相实在不敢恭维 年纪不大 却有点秃了 而且 还有点矮 甚至还没犯七七狗 段云伯 你当着我面说我坏话的时候 就没想过你还欠我钱吗 林白就像看到个傻子 你长得丑就算了 还这么蠢 怪不得七七看不上你 段家也是江城八大二流家族之一 主要做珠宝玉器古董这方面的生意 林白 你别嚣张 你知道自己离死不远了吗 段云伯有些恼怒 现在别说是秦雪瑶 就算是乔非烟 也护不住你 要不我怎么说你蠢呢 林白摇头叹气 如果你真觉得我离死不远了 不更应该离我远点吗 我既然都快死了 那拉你陪葬也很简单吧 林白一边说 一边慢慢走向段云伯 你 你想做什么 段云伯下意识往后退 脸上出现恐惧表情 林白 你 你别乱来 知道怕了吗 林白冷笑 看来你还没喘到几点 赶紧滚回你的天宝哥 等我吃完饭 就回去收债 届时若看不到你 最终却一个字也没说 乖乖转身就走 耸包还喜欢挑衅 真是又菜又爱玩 林白一脸鄙视 都什么玩意吗 随即又叹气 他现在是真的暴躁 完全没有耐心 不过 段云伯怎么会认为 他离死不远了呢 难道是叶成峰搞了什么事情 范七七安排了一些 古韵格的特色菜 味道还不错 至少林白吃得还挺开心 倒是范七七时不时看手机 好几次看向林白 欲言又止 就这样过了一小时 林白终于放下筷子 好了 七七美女 你有什么可能影响我食欲的事情 现在可以说了 林先生 有两个对你不太好的消息 范七七终于开口 首先呢 是秦镇将宣布 将秦雪瑶逐出秦家 其次 乔家也宣布 跟乔飞烟脱离关系 乔飞烟的言行 都将是他个人行为 跟乔家无关 就这些吗 林白甚至还有些兴奋 这都是好消息啊 我正好可以人才两格 范七七看着林白的眼神有点不对 他总觉得 林白莫不是受刺激了 还有个消息 苏家发出复告 宁布二被暗龙堂算计身亡 而林先生你 被认定是暗龙堂的同谋 三天后 苏家会为宁布二举办葬礼 届时 天海宁家将会派人参与 范七七脸色有些凝重 天海宁家乃是世家 即便江城百大家族联手 都不是天海宁家对手 现在有小道消息 宁家会让林先生 你给宁布二陪葬 所以 之前段云伯才觉得 你离死不远了 这消息就更好了 林白笑得更为灿烂 看来 我三天之内 就能把百亿债务 全都收回来了 走吧 去天宝阁 林白起身走出包间 接下来的三天里 他在江城就是无敌模式 百大家族谁都不会惹他 不远处 一个胖子 正向旁边的仙兽女子炫耀 小米 不是我吹 这古运阁一般人都进不来 能来这里吃饭的 那都是 有身份的人 胖子说到这里 正好抬头看到林白 随即就是一阵惊恶 他盯着林白 足足看了十秒 然后才有些难以置信 小白 你小子还真醒了 听二叔说你醒了 我还以为他说着完呢 胖子上下打量着林白 然后就更加惊奇 我说小白 你这是在上班 你这身打扮 倒是跟这里挺配的 林白还是穿着长袍 到现在都没换呢 随即胖子又摇头 我说小白啊 你这刚醒 干嘛急着上班呢 就算你真想上班 你还找我吗 哥给你安排个工作 肯定比你在这里当服务员强啊 白大飞 你脑子里都是屎 就别乱脑补行吗 林白终于开口 就你还给我安排工作 人家欠我的钱 什么时候给我 白大飞乃是他大旧白先父的儿子 白先父倒是人如其名 乃是白家先父的那个 可白先父明明有钱 当年却坑了 林白父母车祸的赔偿金 林白你胡说什么 白大飞顿时就恼了 谁欠你钱了 你再瞎说 信不信我让你服务员也当不成 第36章 死胖子就是欠抽 你跟你爸如出一辙 死要钱还死不要脸 林白冷冷看着白大飞 我今天还有事 懒得跟你扯 记得告诉你爸 他当年欠我的 我会连本带里收回来 林白 你压是不是穷疯了 白大飞甚是恼怒 你要没钱吃饭 老子可以赏你两千块 别他妈瞎扯淡 随即又看向身边的女子 小咪 你别听他瞎说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穷表弟 一个克死父母的垃圾 啪 林白一巴掌扇白大飞脸上 白大飞猛了三秒 然后就暴怒 林白你个垃圾敢打我 啪 林白又是一巴掌 白大飞 你这死胖子就是欠抽 好 林白 你死定了 白大飞怒吼 人哪 人都死哪里去了 怎么了 一个旗袍美女 快步朝这边走来 白先生 这 这怎么回事 你说怎么回事 白大飞怒吼 我在你们古运阁 居然被你们的服务员给打了 我可是你们这里的黄金会员 你们就是这样服务的 白先生 就你刚刚对林白所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 你被打是活该 甜蛋的声音传来 正是范七七从包间里走出 关你屁事 白大飞看到范七七 先是一愣 随即就更为愤怒 好啊 你们古运阁的服务员都是这种 态度是吧 怎么 你这贱人是林白的相好 啪 林白又是一巴掌 白大飞那胖脸更胖了 保安 快来天字包间 那美女经理拿起对讲机喊人 林白 你等着 等保安来了 你就死定了 白大飞咬牙切齿 还有你身边这个贱人 草 你们两个破服务员 也敢惹老子 你们马上就会知道 得罪有钱人的代价 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几个保安出现在视线里 林白 你虽然垃圾 可你这妞倒是漂亮 你要不想死 就让你这妞来陪陪我 白大飞一脸得意 而他那眼睛 也在范淒淒身上扫个不停 林白直接一脚 将白大飞踹倒在地 草 林白你他妈还敢打我 白大飞心太崩了 保安 都给老子上 给我废了他 你他妈当了三年植物人 还这么嚣张 老子让你继续去当植物人 给我打 那美女经理一声轻贺 手却是指向地上的白大飞 众保安毫不犹豫 马上就朝白大飞拳打脚踢 啊 你们做什么 你们打错人了 我是你们的黄金会员 白大飞完全被打猛了 事情不该是这样的 记得取消他的会员 打入黑名单 以后永不接待 范七七这时开口 说了一句 是 七总 美女经理恭敬回答 林先生 我们先走吧 范七七依然客气 林白点点头 转身朝外面走去 而范七七随之跟上 什么 七总 她 她是范七小姐 地上的白大飞反应过来 这 这怎么可能 她怎么会对林白那穷鬼那么客气 她不是这里的服务员吗 蠢货 我们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女的 美女经理终于忍无可忍 那是我们七总亲自招待的贵宾 继续给我打 直到被扔出谷运阁 白大飞也依然没想明白 林白怎么就成范七七的贵宾了 此刻 林白刚刚走出江城银行 她办了一张普通的银行卡 而后 林白就群发了一条短信 我 林白 打钱 否则你们今晚就会见到宁博二 最后付上银行账号 江城百大家族瞬间就炸了 卧槽 这货好嚣张 马的 死到临头 还要钱 这么多钱 她花得完吗 这压已经破罐破摔了 还是别惹她 反正她活不了几天 赶紧筹钱吧 三天后 我们再去找秦雪瑶 把钱弄回来 虽然一个个都在咒骂林白 但他们基本上都决定乖乖给钱 这时候 没人想跟林白拼命 七七美女 你看 我就说是好消息吧 林白将手机短信打开给范七七看 这么快就有人给我打钱了 林先生 您真是意高胆大 范七七甜淡一笑 虽然我觉得 你可能是在讽刺我 但我还是把这当做夸奖了 林白灿烂一笑 走吧 拿链丹炉去 车子已经停在天宝阁门口 林白下车 就朝里面走去 怎么又是你 气愤的声音传来 第37章 能嚣张一天是一天 林白一抬头 就看到弯 还有叶成风 叶成风 看来你也有办法哄自己的女人嘛 林白一脸嘲讽 咱就说 好端端的 干嘛非要去找揍呢 林白 我看你 还能嚣张几天 叶成风 咬牙切齿 知道什么叫急事行了吗 林白笑得很灿烂 能嚣张一天算一天 滚吧 你 叶成风气急 怎么 要我帮你滚 林白脸色意冷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 我们也没惹你 威尔甚是气恼 可话没说完 叶成风已经拉着她离开 先走 别惹这疯子 叶成风走了几步 就碰上范七七 范七小姐 你这么玩火的话 我大哥也保不了你 叶成风冷哼一声 愤愤离去 范七七看着林白的背影 那无比端庄的脸庞 若有所思 而后 她就快步走进天宝阁 林先生 就那个 范七七指着放置于显眼位置的一座小顶 嗯 我知道了 我先看看 林白在天宝阁转了一圈 那确实是个不错的炼丹炉 但她来这里 其实并不 只是为了炼丹炉 秦雪瑶上午发生的意外 其实让她心有余悸 她打算炼制一些防身法器出来 而炼制法器 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材料 段云伯确实在天宝阁里等着林白 不过 她此刻也就坐旁边 自然不会去给林白介绍 七七 你帮我估个价 林白开始拿东西 主要是一些愈配愈拙愈戒指 还有一些别的古董 当然 那个炼丹炉 自然也是拿上了的 范七七 你就为了这个东西 跟她混一起 段云伯此刻 却忍无可忍 林白 我欠你一个亿 我给你现金就是 不是你想拿东西底就可以 你 你做什么 林白突然就掐住了段云伯的喉咙 段云伯 我的情况你也清楚 所以 别作死 林白冷冷说道 这些东西值多少 我相信七七都知道 我不会占你便宜 你也别想在我面前耍花样 林白松手一推 段云伯登登后退 跌坐到椅子上 大口喘气 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范七七很快计算清楚价值 林先生 这些东西其实挺便宜 加一起大概一千万 段云伯 剩下的九千万 记得打我卡上 账号我发给你了 林白也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 把东西装好就走 林白 我草你祖宗 等林白一走 段云伯就在那狂吗 等你死了 老子一定要把你错骨杨晖 林白刚回到月湖一号 就收到室友胡平安发来的消息 晚上聚餐地址已经确定 离晚上还有几个小时 林白开始忙碌起来 一直等着看林白练丹的范七七 却发现 林白在折腾那些愈佩愈灼 刚开始他完全看不懂 但渐渐地 他却似乎想起什么 脸色开始震撼起来 他突然就意识到 自己依然低估了林白 不知不觉 几个小时过去 哥 你在家呀 白小慧跑到院子里 一脸好奇 你在做什么啊 做点小东西 林白擦了擦汗 他递给白小慧三个玉琢 小慧 这是给你和二九二舅妈的 你拿着 记得一定要戴手上 知道了哥 白小慧接过玉琢 开心地跑回屋里 你 你这是 法妾 范七七此刻 却走到林白跟前 显得分外激动 这两个玉琢给你吧 你分一个给你吧 林白没有回答范七七的问题 能保一次命 他现在能炼制出来的法器 都是一次性用品 谢谢 谢谢林先生 范七七接过玉琢 声音颤抖 他知道 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 不用客气 你们现在也算是在帮我做事 林白淡淡一笑 我这人 也不会亏待自己人 嗯 同学在催我 我先出门了 林先生 我送你 范七七依然激动 不必了 你帮我做件事 林白又交给范七七三个玉戒指 你把这个送到乔飞烟住处 好 范七七郑重接过 我一定送到 范七七很快离去 林白看着他那旗袍包裹下的身段 倒也满意 有个美女助手也挺好 二舅 我去跟同学吃饭 晚上不回这边了 林白穿过客厅的时候 跟白仙贵打了声招呼 而后就走出别墅 打了个出租车 赶往聚会地点 林白 刚下出租车 林白就被人重重抱住 哥们 你可算来了 你知道谁为了你 特意过来了吗 第三十八章 晚上更有力气 突然被个男人抱住 林白有点猛 随即才反应过来 是胡平安 胡平安是个身高一米九 体重两百斤的壮汉 让人很有安全感 嘿嘿 平安 谁特意过来了 林白终于不着痕迹地推开胡平安 他不太习惯被男人抱这么紧 还能是谁 当然是我们的斑花大人 洛西西 胡平安看着林白 有些感慨 你这待遇 真是杠杠的 洛西西可是从神洞那边赶过来的 就是为了来看你呢 洛西西 林白一时间有点出神 无数往事 涌上心头 他很小就认识了洛西西 洛西西三岁的时候 被人送到他们村子里 洛西西长得一副特别惹人恋爱的模样 就像他的名字 可怜西西的样子 小时候 林白还喜欢去保护他 但后来慢慢大了 他才知道 洛西西来头很大 他是城里人 身份不俗 林白上初中的时候 洛西西回城了 而他再次见到洛西西时 已经是在江城大学 大学四年 他其实也没跟洛西西怎么说过话 但班上每个人都觉得 洛西西对林白不一样 因为洛西西很多次主动跟林白打招呼 走吧 先进去 大家都等着呢 胡平安带着林白走进餐厅 餐厅还挺高档 竹打海鲜 两人走进包间 里面已经坐了十来个人 而林白一眼就看到洛西西 还是记忆中的那个模样 长发披肩 漂亮的娃娃脸 还是那么惹人恋爱 林白 你迟到了呀 林白 恭喜你呀 林白你可来了 大家都等你呢 包间瞬间热闹起来 众人纷纷跟林白打招呼 不好意思 睡了三年刚醒 要处理的事情有点多 耽误了一下 林白笑了笑 而后 他就直接走到洛西西旁边的空位坐了下来 而后灿烂一笑 西西同学 三年不见 你还是有点营养不良啊 啊 洛西西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 我没有 林白你现在厉害啊 居然都敢调戏洛西西了 接话的女生乃是洛西西室友丁情 西西你 还是这么单纯 这家伙在嫌弃你凶小呢 啊 洛西西小脸通红 随即小声辩解 我 我也不小吗 我有C呢 好家伙 西西你这胆也大了呀 丁情呆了呆 这话你也敢说了 嘿嘿 这个大小的问题 你们俩晚点可以私下去论证 胡平安举起酒杯 各位同学 今天呢 我们是来庆祝林白身体康复的 就一起 先敬林白吧 好 敬林白 来 哼 众人纷纷站起 一起举杯 谢谢大家 我先干为敬 林白也已经起身 他直接将杯子里的白酒 一口喝光 林白 你慢点喝 你那边是白酒呢 洛西西忍不住提醒 桌上男生面前都是白酒 女生喝的则是白葡萄酒和饮料 西西啊 你还是这么心疼他 丁情轻轻一笑 不过你不用担心 男人吗 喝点酒 那啥 晚上更有力气 丁情 你 你别开玩笑 洛西西脸色通红 这嫁了人的女人 说话就是不一样 胡平安摇头 丁情 你可别吓着人家洛西西 都成年人了吗 有啥不能说的 丁情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再说了 我们西西为了林白 足足开了六个小时的车 特意赶过来的 这要是只吃个饭 岂不是浪费了 西西啊 我说话直 林白这好不容易醒了 你也别留下遗憾 晚点你们去开个房呗 洛西西脸色更红 他还没说话 却有人先忍不住了 丁情 你就别乱点鸳鸯谱了 这次开口的男生叫赵辉 他明显有点嫉妒 你这简直就是 坑你室友 就林白这种人 配得上洛西西吗 赵辉你怎么说话的呢 胡平安顿时就不满了 林白长得帅 人品好 怎么就配不上洛西西了 人家洛西西都没反对 你在那狗叫个啥 长得帅 林白长得是不错 有当小白脸的前置 至于人品 都是成年人了 别这么搞笑好吗 赵辉一脸不屑 现在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跟相貌人品 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谁不知道林白乡下来的 穷得要死 我退一步 不说家事 林白 我就问你 你现在有份稳定的工作吗 别说我看不起你 就你这植物人刚行的状态 你去给人看大门 人家都不敢要你 第三十九章 你是真的能装 赵辉你这话 也太难听了吧 丁晴也很不高兴 林白出了车祸昏迷三年 现在不好找工作也正常 再说 现在也不是非要什么门当户对 我就普通家庭 我老公也没嫌弃我了 丁晴 你肚子争气 三年生两个儿子 你老公疼你也正常 赵辉轻哼一生 再说了 你老公也不是什么大富豪 最多就几个亿资产 能跟人家洛西西家里比吗 林白 你也别说我针对你 我只是觉得 你应该清醒一点 我有家公司 做金融产品的 同学一场 我可以给你份工作 去我那座销售 底薪三千 还有提成 若是你运气好 能拉几个大单 月入十万也不是梦 那就多谢赵老板了 林白淡淡一笑 不过 我正好有份月入十万的稳定工作 暂时呢 就不需要了 来来来 不说这个 我敬大家一杯 林白举起酒杯 他懒得跟赵辉扯淡 来来来 胡平安等人 也纷纷举杯 死要面子活受罪 赵辉却依然不肯罢休 一脸冷笑 林白 你知道月入十万 是什么概念吗 这个世界上 九成九的人 一辈子都没法达到月入十万 你现在跟我吹这种牛逼 你觉得 这样就能让大家 对你另眼相看 赵辉 我这几天脾气比较暴躁 但今晚我不想发火 毕竟 这么多同学 特意庆祝我出院 林白语气平静 我不管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到此为止就好 我先干了 林白再次将一杯白酒喝光 平安 西西 丁晴 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尽情吃喝 今天我请客 还在装 赵辉冷笑 你明知道 这里是先付款再上菜的 洛西西早就付了钱 还轮得来你来请客 是这样 林白看向洛西西 他还真不知道 这里要先付款 嗯 这里海鲜是现场挑好在下锅的 挑好就先付款 洛西西轻轻点头 没关系的 谁请客都一样 赵辉你今天到底 什么意思 胡平安很不爽 大家是来开心聚会的 你非要盯着林白不放做什么 我记得林白也没得罪过你吧 没得罪 就是人家赵辉也喜欢西西而已 丁晴撇撇嘴 有些人啊 也真有意思 一边说门当户对 说人家林白配不上洛西西 一边也不看看自己 就他家那点钱 就配得上人家西西了 真是搞笑了 丁晴你别在那阴阳怪气的 赵辉有些恼怒 我大学毕业就自己创业 才三年时间 我的公司就有十个亿的资金规模 再过几年 百亿千亿也都不是问题 林白凭什么跟我比 你们都觉得我针对林白是吧 那我今天就针对他了 赵辉拿起酒水单 林白 你要请客是吧 我现在加一瓶酒 你敢买单吗 就这上面最贵的 一瓶三十万的罗曼尼康蒂 你请得起吗 是不是我让你加这瓶酒 你就闭嘴 让大家好好吃饭 林白的耐心快要耗光了 但看在胡平安洛西西 这些同学的份上 他还是决定暂时忍了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 把这瓶酒的单买了 我保证不再说什么 赵辉轻哼一声 行 你点吧 林白很干脆 而赵辉也很快就下了单 最多三分钟 酒就会送过来 赵辉一脸冷笑 大家别愣着 继续吃啊 林白招呼众人 直接给洛西西加了只大龙虾 西西同学 你多吃点 不不 林白 这个可不能补凶啊 丁晴一声轻笑 你以后多帮西西按按 说不定就大了 丁晴 你别让开玩笑了 洛西西脸色通红 而就在这时 林白感觉 洛西西用小手碰了碰他的腿 他下意识用手摸去 手里就感觉多了一张卡 而他顿时明白 洛西西的意图 好家伙 西西你这似乎是黑卡呀 林白拿起卡 在面前盯着看了看 然后就还给洛西西 你不用偷偷塞卡给我 我真的有钱 你这人 洛西西有点无奈 丁晴和胡平安也无语了 洛西西想帮林白 可林白来了的自报 这是我今天刚办的银行卡 上面还有我的签名 林白拿出一张卡 等会我就拿这个付钱 免得赵辉不服 扑吃 桌上有人笑了出来 林白 我是真忍不住了 赵辉没说错 你是真的能装 第四十章 有钱就能变帅 杜芬 你这话有什么意思 林白看着坐在赵辉旁边的女生 他跟杜芬其实还算熟 因为杜芬大学时候 是他另一个室友的女朋友 林白 你大概不知道 下午你去我们银行办卡的时候 我其实就在柜台里面吧 杜芬有点得意 你这卡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当时不跟你打招呼 那样的同学太丢人 林白恍然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事杜芬也跟赵辉说了 怪不得赵辉 赵辉笃定他现在拿不出来钱呢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只是当时没存钱进去 但是现在里面有钱了呢 林白叹气 他真不想装这种逼啊 可这两个人 非要不放过他 林白你就别硬撑了 你这下午几个小时 去哪里赚三十万出来 赵辉一脸嘲讽 承认自己穷 就那么难吗 都这么穷了 还非要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来吹牛 有必要吗 就是 杜芬冷笑 人家赵辉是真厉害 在我们银行的资金好几个亿呢 林白 你本来就是个乡下来的穷鬼 大家都知道你的底细 你非要在我们面前装什么有钱人呢 杜芬 你还这样说林白的话 我就要生气了 洛西西语气已经有明显的愤怒 行 你落大小就我惹不起 我不说话了 杜芬轻哼一声 林白 我就不信你 真能吃上洛西西的软饭 包厢传来敲门声 而后 服务员就拖着一瓶红酒走进 您好 这里是点了一瓶罗曼尼康蒂吗 服务员客气询问 我点的 开了吧 顺便过来买单 林白举起手 好的 先生 服务员先开了红酒 然后拿着刷卡机来到林白跟前 林白将银行卡递给服务员 赵辉和杜芬都是一脸嘲讽 等着看好戏的表情 而洛西西和胡平安 都有点担心的看着林白 显然 他们其实也不太相信 林白能拿出30万 林白输入密码 平条打印出来 他又签了的字 行于流水 没有任何问题 先生请慢用 服务员将卡还给林白 便转身准备离开 等等 赵辉忍无可忍 急忙喊了一声 服务员 他刷卡成功了 是的 没有任何问题 服务员有些迷惑 这位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可能 他卡里明明一分钱都没有 杜芬一脸难以置信 抱歉 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卡里有多少钱 但我这里显示刷卡成功 服务员倒是依然彬彬有礼 我就先不打扰各位了 看到服务员离开包厢 众人都有点发愣 不只是赵辉和杜芬 其他人也都有些惊讶 林白这是真发财了 三十万的红酒 随便就这样刷卡买了 来来来 大家尝尝这三十万的红酒 看是不是真有啥不同 林白开始给众人倒酒 不瞒你们说 我这穷鬼 确实没喝过这么贵的酒 一瓶红酒其实也不多 林白给每个人倒了小半杯 就刚好倒完 至于赵辉和杜芬 他是压根没有倒 你们俩就算了 我花钱可不是来讨好你们的 谢谢你们陪我装逼 众人纷纷举杯 唉 我是真喝不出什么区别 林白一口喝光 然后叹气 感觉还没汽水好喝 林白 说起来也奇怪 我总觉得你这人 风趣了很多 丁秦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林白 难道是因为你突然有钱了 我就觉得你更帅了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我真的变帅了吗 林白一脸认真 哪儿啊 有钱就能变帅 变帅也能有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赵辉却在这事吼了起来 林白不可能突然有钱 洛西西 是你 一定是你 你偷偷给他转了三十万对不对 不是洛西西 是卡有问题 杜芬却兴奋的嚷了起来 我刚发消息问了同事 他们马上就会来这里处理 唉 林白 让你嘚瑟 你就等着退钱吧 你们俩 是真见不得我半点好啊 林白摇头感慨 算了 大家别理他们 来 继续吃海鲜 喝酒 不要因为两颗老鼠屎 坏了我们的兴致 林白招呼着大家吃喝 时间过得也挺快 差不多一颗钟之后 包间门被推开 紧来一男一女 而看到他们 杜芬一脸喜色 连忙起身